世界上穿越成别人的方法有很多 但因为被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男主弟弟砸死 让别人浑穿进来的结局 我还是第一次见 他本是21世纪的普通研究生 却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穿越近15岁鞋的小族当中 成为了母亲一起欺负男主弟弟的恶毒季节 蓝刚来到这个世界还不太适应 但亲眼看见笔下的男主欧斯 因为自己安排的故事情节而备受折磨 蓝会就满满 按下决心一定要给欧斯一个美好的结局 现在母亲正发怒欧斯砸伤了自己 想找个家庭教师来管教他 然而知道剧情的蓝清楚 母亲会特地找一个严厉的贴身教师 发狠折磨他 蓝不能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 他恳气地请求在愤怒中的母亲 把欧斯送到帝国学院 母亲也接受了这个提议 赞成让他远离的方法 尽管家族中有一些人反对 但欧斯最终还是去了帝国学院 蓝站在窗后 看着这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沉默离开 他在心里点点头 告诉自己这个做法是对的 他要改变原有的事件走向 打出和谐幸福的美好结局 原本以为一切都会变好 然而四年后父母遭遇事故全部身亡 在葬礼上蓝看见了四年未见的弟弟 耳边响起了葬礼最后的终生 一群身穿黑色丧腹的人低头目爱 蓝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棺材 他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但却没能阻准了 虽然他不是原来的蓝 但这四年里 他也是被父母的爱意包裹的 头戴着的黑纱遮掩了他的悲伤 终生传来 蓝抬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弟 穿着深蓝色学院制服的欧斯 静静地站在人群中 他感受到了蓝的视线 抬起眼睛直视着蓝 像冰川一样占蓝的瞳孔 毫无波澜地直视着他 在故事走上正轨前 蓝要努力生存下去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站在我这边 蓝在心里这样想着 这是姐弟两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谁能想到会发生在双亲的葬礼上 蓝看着欧斯挺拔又单薄的身影 毫无生气地占蓝瞳孔 下意识地想离开视线 但转念一想 又把视线引了回去 现如今父母身亡 拉齐亚家族唯一的正统集成人 就只有他的弟弟欧斯 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 比帝国还要悠久 他坐落于陡峭的冰山前 因为在成立之初 大贤者将黑暗封印在冰山中 拉齐亚家族的使命 就是守护封印在冰山中的雪白色的本 不仅因为这一神圣的使命 让拉齐亚立位于众大家族之中 而且拉齐亚还有一个流传下来的真宝 相有深绿色顶级翡翠的绿鹰之冠 绿色代表生命是高贵的象征 绿鹰之冠能传播福祉 主要因为生育和财富 家族中的庞系亲属 对于家主之位捕食单单 根据小说情节 他的叔叔利德堡男爵 会在管理拉齐亚家族之后 掠夺他们家的财产 还想逼着欧斯和自己的女儿结婚 甚至想要暗杀他 想到这里 蓝气得发抖 这老家伙还想暗杀欧斯 我一定要阻止他 蓝鼓起勇气 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欧斯没有回答 蓝继续说 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个 叔叔可能打算 让我坐上家主的位置 所以 我决定成为下一任家主 然后呢 欧斯终于回话了 我会守好家族 等你成年后 再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蓝说完了 离开葬礼的马车 你到了 蓝稍微弯下膝盖 向弟弟郑重问好 愿青年威名允了 欧斯想也没想就接了过来 愿你能得到火焰的庇护 这部漫画的观众 都是尖叫鸡 只因男女主配一脸 互动甜出戏 外冷内热 少言寡语的腹黑弟弟 机敏善良 偶尔粗大条的貌美姐姐 他们同框的每一秒 都希望立刻原地结婚 在马车上 欧斯的贴身护卫罗格直言 蓝说的话不可信 不要相信他会为你多想 但欧斯却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自己还未成年 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现在他们要去参加家族会议 为家族之后的发展做安排 而蓝在这个会议上的主要目的 就是名正言顺地成为代理家族 为欧斯守好他的家族 蓝案子给自己打气 我可以做到 摆脱叔叔的控制 成为一家之主 想要让一个没有家族血统的女人 坐上家族之位很难 但蓝有自己的办法 毕竟他是小说的原作者 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在拉契亚家族中 有一枚封印着火焰精灵的戒指 叫做青年 这枚戒只能家族佩戴 如果这枚戒被家族以外的人佩戴 那他会把人燃烧殆尽 然而只有知道这个精灵的名字的人 才能成为戒指青年的主 想好办法后 蓝赞紧了群态 直径坐到了位置上 利德堡公爵开始发表他的演讲 家族的离世让人伤心 但家族还在 福底不能没有主人 由于欧斯还未成年 应该让蓝来担任家族之位 立刻就有人反驳 蓝虽然姓拉奇亚 可是他没有公爵家族的血统 怎么能成为家族 看着自己的亲戚们开始吵吵嚷嚷 蓝主动站起来 比欧斯成年还有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我会担任林氏家主 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但并没有人赞成这个主 蓝别了别嘴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如果你们因为血统的原因 对我不满 他一边朝欧斯伸出手一边说道 可以把戒指暂时借我用一下吗 房间沉没了 大家都在看着这个娇小的少女 欧斯看了一会蓝 慢慢地脱下项链递给了他 蓝把戒指从项链上拿下来 蓝色宝石闪闪发光 他毫不犹豫地戴上戒指 瞬间 蓝色的火焰突然升起 人们震惊了 局促不安地把身体向后引 欧斯担心姐姐受伤 抓住了他的手腕 伊斯塔利普 给我安静点 蓝在心里大声叫喊 刚才好像要吞噬他的火花 下一秒就被吸进了戒指 火焰消失了 一群人惊恶地看着他的手 欧斯也瞪大了眼睛 每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但蓝知道他成功了 由于蓝的一番大胆操作 即使叔叔心勇不甘 但还是无法阻止 毕竟他在重大家族面前 戴上家主的戒指 谁也不好多说什么 就这样 家主之位的风波 在蓝的预期中结束了 蓝把戒指还给了欧斯 自己代理家主的职位一定 他打算在这两年守护好欧斯 直到他继承家主之位 直到真正的女主出现 现如今 侍奉拉契亚公爵府的 有三大家族 蓝扫视着这群旁系亲戚们 其中两个家族好说 是不会做出叛主之事的 唯独伊鲁米尼P伯爵揣测不准 他看不透这个红褐色头发的男人 这个人拥有最近的集成权 但他并不像叔叔一样 露骨的贪图权力 如果他能成为欧斯的力量就好了 蓝在心里暗想着 算了 之后再想想怎么收拢他吧 蓝站起来宣布会议结束 然而欧斯并没有直接离开 他起身去了房间后的会客室 看来是有话想单独和蓝谈谈 看着坐在座位上的欧斯 蓝从脚到头一直打量他 不愧是男主 比想象中的帅多了 突然欧斯问他 姐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蓝知道欧斯指的是 自己能戴上家主戒指的那回事 微笑着朝他说道 其实我就是赌了一把 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欧斯的动作瞬间停止了 然而蓝丝毫没有察觉到 弟弟这细微的变化 自顾自的说道 可能是因为我也是拉奇亚的一员吧 而且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内心还颇有些开心的想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你有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突然间他又想起来 其他的主线人物 还得找到男二 这也是剧情中的关键人物 蓝低着头沉浸在自己的考量里 光想着如何给自己的男主角弟弟 创造美好未来了 完全忽视了欧斯周围 低沉郁闷的气氛 和无法掩饰的担忧表情 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维谷科漫画了 小心触碰相互守护的姐弟俩 先心动的弟弟默默守护 后动心的姐姐大胆奔赴 蓝虽然当上了家主 但由于母亲的挥霍无度 拉奇亚的债务单 一堆接着一堆地送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度过这场债务危机 作为小说的原作者 蓝可是掌握着财富密码 他知道在家族后的冰山中 有一座矿山 那儿有大量的魔法石 虽然这座矿山 是女主在之后的剧情中发现的 但为了把债务还清 蓝不得不让他们提前出场 冰山中的魔法石像头等彩一样 不仅储量大 纯度已非常高 高纯度的魔法石 能存储更多的魔力 因此它的价格也更加昂贵 正当蓝在苦恼 那座矿山的具体位置时 欧斯扣门进来了 他是来找蓝告别的 学院的课程要开始了 他要继续回去完成学业 蓝有些惊讶 他本以为欧斯会在家多待一会儿 欧斯却说 现在姐姐已经当上了家庭 所以我自然要把学业先完成 蓝强调只是暂时的 欧斯却像是忽略了这句话似的 谦卑的朝蓝郑重行礼 蓝皱着眼睛再一次强调 我们是家人 你不要这么客气 然而欧斯的话 却直接扎入了蓝的心 我不认为我们是一家人 他被深深地刺伤了 等欧斯离开后 蓝无力地坐到椅子上 这样下去 等家主之位交出去后 我很有可能会被赶出去 还是多攒点钱吧 方便以后跑路 葬礼已经全部结束了 今天是欧斯回到帝国学院的日子 为了得到欧斯的信任 保一保自己的小命 蓝主动提出让他的护卫罗哥留下来 以便掌握自己的一举一动 即使这个做法成效不大 但总得试试 他看着快要离开的欧斯 微笑着助他一路平安 欧斯也盯着蓝 姐姐也要注意身体 蓝看着风中摆动的学院徽章 突然说 希望你获得最佳毕业生物同意 这是一句有些冒犯的话 他却异常爽快地答应 蓝有些好奇 这件事很容易办到吗 看着颇有些疑惑的蓝 欧斯终于露出了一抹少年气的自行微笑 送走欧斯后 蓝继续投身于家主的事物中 看着一塌一塌的债务单 这情况也太糟糕了吧 怎么连领地都抵押出去 虽然家里地多 但可用得少啊 这被抵押的偏偏是唯一一块能产人的 这个不尽快收回来的话 会被饿死 蓝有些欲哭无泪 还剩下半年左右的偿还时间 得赶紧想想办法 蓝支着胳膊 仔细思索着 公爵家很大 工作的加成也很多 而其中财务主管就是的垃圾 口袋里不知道撕吞了多少钱财 简直把拉奇亚当作私人提前庆 蓝有些傲谋 自己之前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人 在财务主管的位置啊 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但好在其他人对公爵家有些深厚的忠诚 蓝决定 首先他找来了行政主管和骑士团长 实际了当地告诉他们 现在拉奇亚公爵府 欠下的债务把领土和爵位卖了都不够还的 主管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怎么会 财务账付上每年还是有点盈余的 蓝趴地把证据拍在桌上 那是因为他做了假账 收录和支出仔细算算完全不对等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这基本的快递常识 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简直是骨子里 我决定换掉这个财务主管 让他把吃进去的钱都吐出来 行政主管震惊于 这个看起来有些柔弱女孩的洞察力和停动力 这不像是19岁女孩会做的事吧 他从心底生出敬畏之情 表示我们帮您把这些证据整理成正式文书的形式 蓝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 解决好一件事了 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 所谓开源节流 他没有母亲那么喜爱奢侈挥霍的生活 节流可以在这节 但仅仅从财务那里开源是完全不够的 得另想办法 这也是他叫来骑士团产的目的 不然蓝依旧微笑着 我们要没收财务卢管的全部财产 但在那之前我还需要你去做一件事 我想探查一下北边的山脉 没错 有矿山在手还怕还不了这债务吗 手中有资源就得利用起来 我把你当家人 你却想着怎么把我取回家 明明是冷漠冰山的外表 会藏着一颗炙热的心 明明对谁都是一副默不关心的模样 却独独对自己的恶毒季节暗谈温柔 自从蓝当上了家 就开启了996的生活模式 通过售卖魔法石解决完债务问题后 他病倒了 却没想到这一病 就见到了本应在帝国求学的弟弟欧斯 蓝还以为在做梦呢 他之前也确实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被欧斯处死了 无论怎么叫喊 那双湛蓝的眼睛都毫无波澜 恍惚之间蓝对着欧斯呢喃道 你不要杀我 我会努力的 他又陷入了睡梦中 欧斯有些争住了 姐姐这句下意识的话 像是真的担心 害怕自己会杀了他 看着桌子上骑士长找来的魔法石 欧斯回忆青年幼时的一个经历 直到现在也无法忘怀 那是继母和姐姐一起去检查白门的第一年 姐姐偷偷叫住他 于是两个人离开队伍又留回了白米 然后他们走散了 姐姐没有回来 那是欧斯第一次被父亲打 找到姐姐时 继母可怕的眼神一直拎着他 回到家姐姐也没有解释什么 父亲的暴揍 继母的偷打 纳德巴现在还堵着 姐姐以为我一直生活在仇恨之中 当时感到愤怒和委屈 但现在他避了避 想想姐姐促成的给予划算的买卖 是个不错的交易 而另一边 蓝一起来就看见昨晚梦想的弟弟 连姿势都没被的坐在自己床边 不由的惊呼 这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原来是自己的弟弟太过优秀 提前完成了学业 还获得了最佳毕业生的等誉 真不愧是男主弟弟 既然自己的弟弟这么优秀 做姐姐的也不能把他拖后腿 蓝先开辈子就想下床工作 欧斯一把把姐姐按倒在床 他的肩膀比想象的要纤细得多 我昨晚看过文件了 姐姐休息吧 昨晚 蓝猛然做起 昨晚躲在这 老天爷我说了些什么奇怪的话 看着姐姐满脸突红的道歉 欧斯一本正经的说道 我第一次说到有漂亮的夸赞 然后还用手背轻浮着姐姐的额头 休息吧 女孩满脸突红 原本以为是在梦中 却没想到真的对弟弟做了那样的事 意识到不是做梦的那一刻 羞耻心简直爆表 使今夸弟弟长得帅就算了 说他手漂亮也没什么 但怎么会对弟弟说出 不要杀我这样的糊涂话呢 蓝把脸埋进枕头里 有些郁闷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只能往好的方面去想 另一边 欧斯回想起昨晚姐姐说的话 那句不要杀我让他有些烦恼 是自己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他 即使是因为姐姐 遭受了不公的对待 但他依旧庆幸姐姐 还健康地生活在自己身边 欧斯决定办完手里的公务 再去看看姐姐 却没想到路上遇见了 生病未遇的姐姐 正一脸愉快地和主管商讨的工作 看着他单薄的身影 和苍白眉气色的面容 欧斯没来由地生气 心底的烦躁越来越强烈 他沉着脸走到二人背后 超低的欺压 吓得二人瑟瑟发抖 蓝担心弟弟生气 自己插手他处理的事物 正想解释 却没想到欧斯 直接伸手拢住了他的领口 皱着眉头打断他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看着弟弟一脸不高兴的模样 原来他是在关心自己啊 姐姐突然发现一段时间不见 弟弟不仅长高了许多 也变得更会照顾人了 他抓着姐姐的手 二话不说 拉着他去到了房间的壁楼前面 温暖的房间和体贴的人 与还看着强势的不容拒绝的弟弟 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容 他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的姐姐了 看着像雪一样的性格 但落在姐姐手心却是暖的 因为姐姐的一句喜欢你 弟弟像是藏不住似的 一把暴起姐姐 你需要好好休息 其实只是纯粹毫无依你的喜欢 弟弟也兴起了很久 看着单薄却又有劲的弟弟 兰在欧斯怀中迎着脸小小挣扎 但弟弟丝毫不为所动 他得让姐姐先去睡觉 自己才能解决 那个一直打他主意的叔父 这个中年男人 一直盘算着兰的主意 原本是想让姐姐 当上家主之后再操纵他 但姐姐没让他得逞 现在 他又拿着巨额欠条 暗地威胁 计划着把姐姐 嫁给他那成天沉迷酒色的儿子 欧斯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把自己攒下的钱 摆在叔父面前 拿着你的本金和利息 快离开这里 别再对姐姐动歪心色了 叔父看用欠款威胁不道兰 又开始打感情牌 我要见家主 怎么自己的叔叔都不能见他吗 欧斯一脸阴沉 他不想让姐姐再见到叔父 但现在还没到清理他的时机 第二天 兰接见了叔叔 这个老男人眼看自己计划没成功 又耍了一个阴招 他开始挑拨姐弟兰的关系 你有想过未来欧斯当上家主后 你会怎么样 兰没有回答 这让他更兴奋 听说你不久前晕倒了 这个年纪晕倒 兰依旧没有说话 他很相信自己的弟弟 非常相信 但维独欧斯会不会杀了他这件事 兰没有把握 不过 这个老男人的算盘 都快崩他脸上来了 信谁也不能信你啊 兰嫣然一笑 谁是真心的 我当然知道 用不着你费心 没什么事 你快走吧 看着叔父气急败坏地离开后 兰就累倒在沙发上 看惯了弟弟那张漂亮的脸 可这又丑又胖的大叔周旋 真的好累啊 这个女孩有一个冷脸腹黑的弟弟 他掏心掏肺 把他当亲弟一样对待 却没想到弟弟完全没他当做家人 兰刚送走黑心叔父 弟弟就端着红茶进来了 像是算好了时间 兰听着弟弟手中加了冰块的红茶 眼睛发着光 看着姐姐开心的一饮而尽 欧斯感到很疑惑 前不久在睡梦中都呢喃着 不要杀我的姐姐 为什么又毫无防备 如果我在里面下毒了呢 听见弟弟的话 兰捂着嘴 瞪圆了眼睛 他看向欧斯 你真的下毒了吗 没有 这个笑话太冷了 兰输了口气 那不就行了 欧斯看着姐姐的举动 这和他预料的不一样 但心中的困惑越来越深 如果姐姐相信我 就不会担心自己会杀他 但他一边觉得我会杀他 一边又对自己毫无防备 他完全猜不透姐姐的想法 兰总不可能告诉他 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 你也是我创造的 书中欺负你的反派人物 在未来都会被你反杀吧 兰对着弟弟解释道 我现在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到时候 你能念旧情饶我一命 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杀我 那也没办法 看着姐姐低头 害怕自己的模样 欧斯很生气 脸色已越来越冷 他见不得姐姐 在自己面前捶着头 小心翼翼的模样 怒火且冲昏了头脑 他站起来 强迫姐姐把头抬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觉得我会杀你 为什么你觉得 即使我要杀你 那你也没办法 他伸手捏住了姐姐的脖子 很纤细 脆弱到他真的能轻而易举 结束掉这鲜活的生命 兰感觉到一丝丝压迫 很想后退 但靠背让他坐折身体 那你不恨我吧 听到姐姐的声音 欧斯终于回过神来 他深沉地注视着 姐姐绿色的眼睛 松开了手 走回到椅子上 他怕继续吓到姐姐 蓝输了口气 今天的弟弟太奇怪了 看上去是做了很多危险举动 但其实并没有伤害他 蓝决定吐露自己的心声 因为我一直起 所以很退久 如果以后不想杀我 也不想见你的话 我一定会远远 保证不会再出现 欧斯看着姐姐冲他笑得不悟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真的一点也看不透点 这个该死的老灯 居然想对自己的侄女下手 只因女孩手中的权力 太过引诱人 拉吉亚的家主之位 若是能收入囊中 名利和财富 能享有的可远远不止这些 为了掌权 这个老男人想尽办法 让自己的儿子娶蓝 明得不行 来岸的 只要生米煮成熟饭 一切都能摆上钉钉 他买通完身边的侍女 在原本的不要中 加了点其他成分 蓝毫无察觉地喝下了 他感觉到不对劲 但浑身发暖 晕倒在地上 模糊中有个人影 正在靠近 女孩完全动弹不断 陷入昏迷 在暗中等待的堂哥 看要静上来了 一可冲上前 兴奋地把女孩搬到床上 只要得到他 拉吉亚的一切都认为辉火 他身处魔爪 想要玷污这个纯洁的女孩 正当他想要解开 女孩身上的衣服时 突然驳梗夺 犯上一股凉蜜 一把剑抵在他的喉咙 是谁 他不敢扭头 只要稍微移动 这把剑肯定就能划破喉咙 你觉得我是谁呢 你这个混蛋 寒冷彻骨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欧斯此刻只想一刀 把这个混蛋送下地狱 还好他了解着 对父子的手段 一直守着姐姐 要是再晚一点点 再晚一点点的话 他不敢再往下去想 这个该死的畜生 但仅存的理智告诉他 这里不行 却会见到姐姐身上 这么肮脏的东西 怎么能够触碰到姐姐呢 拉吉亚的一切都是属于我 包括姐姐 而你们居然想利用姐姐 夺取家主的位置 把他掀倒在地 他用力地踩在堂哥背上 冰冷的目光 像是在看一摊死亡 现在我们来好好聊聊吧 注意看 这个女孩被基于 他的叔父下药 晕倒在地 睁开眼却看见了 川马文景身裙的半寿人 和头顶蓝色火焰的半寿人 怎么回事 那药里是加了有毒的云蓝骏子吗 出现幻觉了 通过与他们的交谈 原来是自己因为药物晕了过去 精神被这个世界的守护精灵 劫持到了意识空间 只因他们好奇 蓝为什么知道精灵的名字 只要回答完这个问题 作为交换 他们可以把蓝送回去 但蓝却要求 不要送到21世纪 要送回欧斯身边才行 精灵们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蓝向他们 说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其实这个世界 是我写的小说里的世界 月料中的惊讶并没有出现 相反精灵们却恍然大悟地表示 原来你是读者啊 读者 什么读者 正当蓝一头雾水时 穿着豹纹紧身裤的半寿人 向他走来 你们精灵都喜欢 动物花纹的紧身裤吗 怎么一个比一个时髦 这位后来的半寿人 告知了蓝 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存在 这并不是小说中的世界 你的小说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只是本预言书 嗯 原以为穿越而来的世界 是自己小说创造的 却没想到 是这个世界对他显露 让他描述成书 所以这不是我创造的世界 是原本就真实存在的 而我只是照着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写了本书 蓝大受冲击 所以不是我创造的男主 而是这个世界的欧斯 选择成为我的男主 天呐 信息量太大 脑子还没处理完 他就被弹出意识空间 等一下 你们的疑惑解决了 可我还没有啊 再度睁眼时 他已经摔在床下了 真可恶 就不能温柔点吗 蓝立刻爬起来 冲到镜子面前 还好还好 还是欧斯的子织 侍女听见动静 赶忙推门进来 看见站在镜子面前的小姐 一脸欣喜 太好了 小姐终于醒来了 蓝刚出房门 就看见了独自 坐在沙发上 喝浓茶的弟弟 欧斯看见姐姐出来 从目光就没一开过 我很担心你 姐姐 然而蓝看着桌上 香喷喷的饭菜 眼睛都发着光 耳朵只听见了弟弟的声音 脑袋里却想着 这一定很好吃吧 看见姐姐 完全没听见他的关心 欧斯又强调了一遍 我真的很担心你 这个女孩太老婆了 好不容易战胜500万人考的研究生 却在开学第二天出了客户 浑穿进自己心的小宿中 本想好好对待男主弟弟 保全小命 却决于全力的斗争中 在一次昏迷中 守护精灵 告知了女孩这个世界的真相 原来这并不是小宿中的世界 是真实存在的世界 未来的发生的事情 是可以由女孩来改变的 自从女孩穿越进这个世界后 唯一的目标 就是要给男主弟弟 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 为此他不断努力 他刚从婚睡中醒来 就从弟弟那儿 得知了自己失去意识后的精力 叔叔和堂哥简直就是禽兽 为了全力 什么都干得出来 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什么 但他仍感到一阵恶心 好在这次有些收获 弟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把那军同谋都揪了出来 这场夺权的风波 终于可以到一段落了 兰看着弟弟 这不是我笔下可怜的男主人公 那些的悲惨遭遇 也不是我造成的 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 兰的负罪感消失了 对于这个世界 他不再把自己 当成欧斯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 兰认真的对着弟弟道谢 虽然他有猜到自己这次中招 很有可能是在欧斯的计划中 没有什么证据 比在案发现场被抓包更有效了吧 但他依旧有些不开心 好歹也提前告诉我一声 弟弟看着嘟嚷嚷的姐姐 认真解释到自己这样做 是害怕姐姐提前知道了 他们会做出更疯狂的去 兰接受了这个解释 毕竟他相信自己的弟弟 不过 经历完这一系列事情后 他的这个世界和自己 有了新的看法 他要好好活下去 虽然依旧有弟弟的幸福 我同心 但他不会再顺从地 接受自己的死亡结局 我们结盟吧 在你当上家主之前 我们结为同盟关系 相互信任 蓝对着弟弟借一宝 欧斯看着姐姐 自信满满的活动 信任满人 作为拉奇亚的接班人 未来要处于 权力悬活中心的人 他从小就被教导 不要相信他人 就会将弱子泡路出来 但对于姐姐 即使他很疑惑 为什么他知道 冰山中会有魔法时 为什么他的行为举动 完全不似以前的魔法 但看着那张 期待自信的脸 欧斯说不出来 我不信你这样的火 我相信你 他选择遵循自己的内心 与孩和自己的弟弟 结为同盟 两人打算携手共进 一起渡过家族难关 弟弟处理家族的安保问题 姐姐负责行政和财务问题 由于前家主夫人的挥霍无度 拉奇亚家族负债累累 蓝打算把母亲的首饰卖掉 还钱给家臣们 再不还给他们 自己都快没脸 在家族会议上露面了 他看了弟弟一眼 要不是你 我早就带着首饰跑了 不过 变卖母亲的遗物真的可以吗 这个问题蓝早就想过了 挑几个保证不亏伦的卖掉 其余的就留给未来的公爵妇人了 毕竟拉奇亚的家主夫人 也代表着家族形象 本以为弟弟会对未来的妻子 却没想到 她依旧是一副冷漠的表情 事不关系的模样 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变卖首饰确实解决了一些欠款问题 但家里的庸人 却传出拉奇亚家族 快要破产的谣言 弄得下边人心惶惶 正当姐姐为此苦恼时 弟弟却说 正好可以借助这次的谣言 挑选出一批忠心可信的人 等之后魔法石的事情公布出来 谣言也会自动停止 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被解决了 蓝开心地捂着嘴笑 看着姐姐高兴的模样 弟弟心里也欣喜着 这时魔法工匠来了 他们是来把魔法石加工成魔法工艺品的 看着这高纯度的魔法石 工匠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种纯度的魔法石 他怎么会见过 这么贵重的东西 不知道小姐想要用它来制作什么 女孩却笑眯眯地告诉他 这种魔法石他有很多 我想要让大家都用上魔法制品 不过 首先能拜托你做一条电热坛出来吗 这个女孩太过优秀 让他的弟弟怀疑起了他的真实身份 前期他只会用娇蛮的手段欺负弟弟 妥妥的恶毒忌疾 而现在 他不仅凭借着聪明才智 在权力悬窩中障碗的脚跟 也颇有商业头脑 通过售卖魔法石制品 和精灵商团做上生意 还清了家族的巨额战 蓝找来精灵不仅仅是为生意 他知道面前这个有着尖耳朵 毫不面善的男人是个制药高血 这也是蓝首先找到精灵族的主要原因 一鲁米米伯爵的女儿身患重病 只要就好他 就不怕这位家臣 会有叛变之心 为了弟弟以后掌权能少些隐患 他必须要与这个男人达成合作 蓝面带微笑的潮精灵 开出自己的筹码 我给你十倍的价格 只要你帮我救一个人 而一直没掌握到主动权的精灵 非常不愿 眼看买卖就要谈帮 蓝又开出了另一个条件 我能在精灵族和矮人族中间做中间人 帮助你们商业交流 要知道精灵族和矮人族互不对付 这一矛盾在双方的商业上 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果然 精灵答应了 合作达成 目睹了这一场交易的弟弟 不禁怀疑起来 这个自信满满 形式大胆的女孩 真的是一直养在深闺里的姐姐吗 年幼时的姐姐对自己总是抱有敌意 但自从那一次醒来后 她发现原本对她指挥来指挥去的姐姐 现在所做的任何事 都以她为中心 不仅能对她说出 我喜欢你这样的话 还告诉她假如要杀我 我也没有任何怨言 种种迹象让欧斯不得不在意 姐姐这张美丽聪明的皮囊下 真的是原来的灵魂吗 你究竟是谁 她第一次植户栏的大名 女孩瞬间惊慌不已 刚才还轻松愉悦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紧疯起来 眼看就要掉马了 来依旧强撑着 表示我是你的姐姐 随后找了个借口 把弟弟制走了 可看着女孩慌乱紧张的神情 欧斯冷笑着 你根本不会撒谎啊 姐姐 这个女孩来自21世纪 然而现在 她马上就要在自己的男主弟弟面前掉马甲了 只因她形势举动太过聪明 完全不似普通的贵族小姐 你到底是谁 这句话让女孩浑身僵住了 如遭雷劈 但只零点一秒 她立刻抓住弟弟问题中的漏洞 我是你姐姐啊 却没想到弟弟完全没把她当姐姐 虽然欧斯对蓝的称呼一直都是姐姐 但严格来说 她并不算自己的姐姐 她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不是拉奇亚这个姓氏 她们俩也不会有关系 看着女孩慌乱的模样 弟弟倾笑出声 姐姐你知道吗 你不太擅长撒谎 欧斯不打算再继续问下去了 毕竟对于姐姐 她也有难以启齿的秘密 窗外的天色也不早了 明天还要和精灵去伯爵家治病 这个话题没人再继续 直到弟弟走出房门 男才松懈下来 现如今两人已经结为同盟关系了 但欧斯仍抱有怀疑 女孩高兴不已 欧斯站在马车下 看着即将出行的姐姐 轻声说道请出发吧 马车驶向了森林深处 然而出远门的兴奋感 在一路的颠簸中消失了 这马车简直摇晃的要命 等电热毯研制成功后 必须得造出 不让马车摇晃的魔法制品才行 红发伯爵早已在门口等候 昨天收到消息时 她激动不已 受了那么久 并统折磨的女儿终于有救了 虽然这个精灵族的男人 有些不礼貌 但她很快就诊断出了 小女孩的急症所在 原来小女孩因为身体虚弱 便一直在吃不药 但是要三分毒 毒素累积在体内 造成身体恶化 只要慢慢停下来 就能痊愈 听见自己能够变得健康 小女孩露出了花儿斑的效果 解决完病因后 伯爵想给救命 没人封口的报仇 但精灵只有魔法式结算 她并没有搭理伯爵 荷兰确定好时间后 便离开了 伯爵知道 眼前的这个少女 这么大费周章的 帮她女儿治病 绝对是有所同盟 她直接了单的问问 没想到这个 才20岁的女孩 说想要赢得自己的好感 伯爵有些困惑 论实力 他们家族远远比不上拉奇亚 她想从这得到什么呢 这个女孩心有些大 拥有了一个帅气专一的 男主弟弟还不够 居然还要去找男二 难找到伯爵 的确是有其他的目的 她看中伯爵家族的阴暗势力 一些犯队组织 鱼龙混杂的群体 用来找身处泥潭的男二 一定再好不过了吧 另一边 欧斯虽在处理政务 但她的心思却全在想着姐姐 这个时候 她只派去打探姐姐 消息的安慰回来了 得知姐姐正在回来的路上 欧斯输了口气 她轻抚上胸口的戒指 姐姐真的太让人疑惑了 戴上青年 得心硬走的处理家族事物 掌握魔法式资源 现在又打工商团 怎么看都不普通 虽然心中已有个猜信 但欧斯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她让安慰继续去打电 但姐姐离开后 卧绝做什么 既然姐姐不愿意告诉她 那么她自己来查就好了 蓝踏着夜色回来 刚一进门 就看见了在客厅等候的弟弟 似乎总是这样 自己生病也好 昏迷也好 一推开门 总能看见等候着的弟弟 得知弟弟还没有吃晚饭后 女孩瞪得圆圆的眼睛 一下子就瞇了起来 你是在等我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女孩明显顿了一下 餐桌上的食物很丰盛 二人边吃边聊着 蓝说起了在伯爵家的事 听着姐姐讲述着治病的事情 欧斯注意到 姐姐餐盘里的食物 速度极快地消失着 他默默地把自己的吐司 切了一半递给姐姐 辛苦了 多吃点吧 蓝没有客气 插起吐司熬屋就是一口 出门工作过的人 多吃一点也没什么了 姐弟俩的独处时光 温馨又没好 然而就在这时 方虎传来声音 欧斯猛地站起身 那个烦人的精灵又来了 弟弟对着这个步走 寻常路的到访者 生气 精灵却略过他 直接问姐姐要沉废 姚一推输 他又立刻消失不见 欧斯问几兰 在矮人族和精灵族之间 做生意的事情 现在精灵族已经联系上了 剩下的矮人族 还需通过魔法师会去沟通 但魔法师心高气傲 根本不会出手惶惶 这是欧斯提议 写信的时候 顺便提到蓝色魔法师 要知道魔法师的魔力 依靠近魔法师这些失险 但这个秘密很少有人知道 有这样的威胁 他本是豪门贵族的唯一继承人 但这崇高的权力 却落在与他毫无关系的季节手中 本以为两人水舞不容 但没想到这是一场 双向奔赴的爱体 现如今 他竟心甘情愿地 去当女孩的贴身护卫 不仅将家族权力象征的 戒指亲手给姐姐戴上 还寸步步离手在女孩身边 只为护他周全 今天蓝就要去往魔法协会 商讨合作的事情 但欧斯不放心姐姐 要求全程陪同之后还不够 他将轻言许下 强势地拉过蓝的手 把戒指牢牢戴在姐姐的食指上 这个动作太像求婚现场了 但蓝并没有往外方面想 他只是惊讶于弟弟的举例 要知道这枚戒指 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 他蕴含着的力量 还能保护她一身 给我戴上了 那你呢 女孩还没问出来 就被弟弟接下来的动作 弄得瞪了 只见欧斯捧起他的手 在戒指上落下了一个轻微动 并低声说道 不用担心 他会一起逼你 虽然这只是一个 再正常不过的吻手力 甚至都没有触碰到手指的皮肤 但女孩却感觉 自己被欧斯的嘴唇轻浮了一下 也许是心理作用 手上传来的苏玛 感觉让蓝有点红了 他变得紧张起来 自己的弟弟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撩了 差点就要心动了 原本今早还在担心 和那群老家伙谈话 可能不太容易 但这下 蓝突然使得做不大 由于这次的会谈很重要 关系着家族 未来商业的发展 兰特弟换上一件 正式又端装的黑色衣服 头发也为了更显微 眼盘的手 在黑色的衬影下 女孩越发白净 娇艳的脸庞 透着一丝红润 像是在夜里刚绽放的玫瑰 难以忽视她的美貌 装扮完毕 兰刚走出房间 就见到了穿着骑士服的欧斯 一记披风 一把长剑 并没有过多的装饰 依旧是一副冷漠的模样 但偏偏就存在感极强的 让人挪不开视线 欧斯也注意到姐姐 她从没见过这样的姐姐 简直就是美若天仙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 蓝被弟弟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她恼恼脸颊 有些尴尬的问道 是不是太华丽 欧斯却否认到 不 姐姐很漂亮 蓝的脸有些发黄 这么直白的发展 从弟弟嘴里听见 真是不有意思 看见姐姐的反应 欧斯微微扬眉 并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伸出胳膊 让姐姐挽过来 这么漂亮的姐姐 谁也不许从她身边夺走 眼下 她们就要准备出发了 男人冷若冰霜 更心所爱 本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 让她心动的对象 却遇见了 能打开她心扉的女人 这明媚的笑容 让她坠入爱 但女人却藏着秘密 一直把自己当弟弟 还想着逃离她身边 为了把姐姐留下 欧斯决定与姐姐 达成了梦 先结婚 再结婚 弟弟准备一步一步 抓住小姐的心 为了家族商业 他们要去魔法协会的大路 应该快到了 越来越低的温度 让人想要火解之神 过了一会儿 树林中出现一位男人的身影 宽大的长袍 招视着 他是魔法协会派的人 看来他们到 男人毕恭毕敬地 走到马车旁 对男情 身为拉吉亚的家族 南优雅大夫 由于魔法师 则成目 他们要求 只能让男敌人进来 那可不行 话音刚落 遭到拉吉亚护卫的墙壁 他们跟随而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家族 现在怎么可能 让家族大人 独自踏入未知的威胁 男人很努力 作为受人禁忽的魔法师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合同 你们是觉得 我们会对家族做什么 眼看双方就要起程呼 男赞了算拳头站住 我和欧斯一起去 他很清楚 若是自己单独前往 欧斯一定不会同意 如果两人一起 他就不会 魔法师有些犹豫 但男的态度很坚决 最终留下一众部位 他们二人也记得到 在魔法师的引领下 男心开了名字 瞬间所有人的目光 落落在了身上 面对这些直晃晃的视线 女孩唇龙不破 微笑着剑下的披风 他优雅地坐在 欧斯维尔放着 你们好 纹身散发着 贵族自带的威脸 作为魔法协会的会者 扎里斯在没见到 拉吉亚新任家族之前 并未把蓝套在眼前 他以为这只是一个 拿权力过家家的 娇满大小姐 不费 原来眼下的情况 自会预料中的相互 他们坐在里面 这绝不是你想象的 而且 身后站着的部位 他也难以不及 周围的气场 让人完全无法护士 不知是不是错误 那双战蓝色的眼睛 似乎一直拎着他 好像在说 只要你很伤害家主 我绝对会把你的服务抬下 扎里斯莫名害怕起来 这两人不会带着魔法师过来 要知道在魔法师面前 任何魔法师都会变成配偶 于是谈话在 蓝明里案里的威胁下 进行得很顺利 对中交易的时候 没想到这么快 事情都谈了 蓝安纳住心中的喜悦 起身准备门开 李查德看着快要走远的两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尊贵的家主 和他敬畏忠诚的护卫 尤其是那护卫看着女孩的眼神 直白得不正常 他叫助兰 这位护卫是拉奇亚的骑士吗 女孩忽然笑得很灿烂 凝昧的笑颜 映着落日的一灰 像炫耀最珍贵的宝石一样 他骄傲地说道 这是我的弟 冷面弟弟终情于恶毒季解 他是被扑了吗 不 是穿越来的作者 大大想给他的男主儿子 一些愧疚补偿 怎料男人却为此心动 想拉着姐姐一起沉沦 为了保护姐姐的安危 本事下人家主的他化身骑士 参与交易的全过程 姐弟俩踏着夕阳回来 看着守在入口处的护卫们 他们一脸担忧的问没事吧 顺利吗 男咧嘴笑得起来 现在事情谈图了 只要坐在家里等一道照 你就可以点误为骑士们换装备 回去的路还很长 姐弟俩聊起了刚才的会面 那群高傲的老胡把 对好几次都有慧态的迹象 但都硬是不收了回去 女孩以为这是魔法师们 靠着自己的理性 却没想到 因为身后的弟弟气场 太强让他们反而了理性 弟弟得知姐姐并没有把握 就踏入了魔法师的领地 抱着独一独的心态 她生气了 在欧斯看来 什么都拥不上姐姐的安全中 女孩察觉到弟弟有些生气 她骂撒着手被弟弟说 一开始闹不容易办 就没法继续下去 再说了 雨掉忽然变得雀跃 你不是陪我一起去了吗 她脸颊微红双眼 硬眨不眨地盯着地 一股全然性的能量 欧斯忽然感觉自己心底的道运 被姐姐倾罗的抚平了 露出一个让无数女孩 都为之心动的笑话 蓝看呆了 这还是那个远酒性面探的欧斯吗 她的嘴酒居然能扬得浪的吗 女孩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更起闻溜溜的眼睛 欧斯解下外套披在姐姐身上 打断女孩热烈的视线 温度再变低 你别生病了 蓝新的举动 让蓝抓紧弟弟的衣服 拉契亚的冬天就要来了 之前做好的电热毯 给拍上一场 女孩把自己全身都缩进毯子 被温暖包裹的感觉 总是标太熟 具有商业头脑的姐姐 又有了一个新主意 她打算让魔法工匠制作暖气势 击倒在社交界大火 小正探一个亿 还没来得及多赖一会儿 女孩又要出发去白门 举行新鸣卫视 大雪纷飞的寒冷天气 让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一丝缝气都不留出来 穿太多的后果 就是她走起路 来向个华人移动的球 弟弟被姐姐怕冷的举动逗笑了 你还能骑马吗 女孩见自己被看低 立刻朝欧斯大声 挪抹到我能骑 戴着厚重的衣服 着实让她有些困难 贴见在一旁的顾 蓝小声嘟闹的 你得帮忙 后卫文言立刻微笑着伸出手 缠扶女孩骑上马 欧斯看着马背上 长须一口气的姐姐 莫名减了逗她的心思 她继续打趣道 穿那么厚 就算摔下来也不会觉得疼吧 蓝无法反驳 不愿再说话 现在多说一句话 都有一股热的流失 毕竟不是真的吧 准备完毕 他们现在要向着白门突发 如何让童年悲惨 不苟言笑的冷面跳男 展开笑眼 只需路易把她24K重点秀 再走进地说一句 这是姐姐对你的爱 保证她心神不明 笑你无话 一群人浩浩荡荡 向着蓝门突发 也不过路太走跳了 女孩穿着厚重行李不变 累得在马背上发着 拧得身后的顾问十分能行 像是经历过一场好街 蓝下马背时双重发 完全不受控制 一步一步 欧斯健壮将手臂递给紧 这个动作的孩子 雾言而言 蓝立刻乖乖伸手楼上 但嘴里依旧不闻住 奥招风声道 我还没声 并悄悄地 身体一步的力量 压着地址 两人并指尖 这是拉西亚 每年都要举断的新年仪式 不要将带着新年的口 放在家族徽章上 也会有拉西亚 白门让人有感应 一阵大风吹乱了女孩的 简单的仪式就这么远路 现在他们又要远路 大老远跑来 就是为了贴贴 胆想到一会儿 都要在咖啡上 贴贴大半的走 接着一天气 弟弟看着原住 痛快的酒 贴心提议 我们骑一批很大 女孩虽然惊艳 但求之主 马背上 弟弟不住姐姐 一定要报答 姐姐也很听话 乖乖的用力 手指向他结实 不敢拥拥白的斗法 这个少年已经成了 不再是当初 那个单独受了 男好奇的问题 你是不是又长高了 说着就忍不住 是一种落一头 欧斯的 没想到弟弟 还那么大 他惊艳了回头问 他在看 女孩却毫无私 这是姐姐对你的爱 但少年并没有 非常决定的剧情 我不需要 在欧斯心里 他一直希望 与姐姐更聪明些 会比你之间的敌人 明确拒绝完姐姐后 欧斯带手里的李斯 被涂乱点 但他的头发太乱了 但他心痒痒 男又暗绰的身 搂乱了弟弟刚成了 这时欧斯像是 隆忍不下去了一样 得了一声 飞紧的僵士 走得好好的 突然被打你拉扯 前提高高的 巨大的惯性 带着两人身体向后 散出一本能 赶紧紧地搂住了欧斯 整个身体都贴了过去 嘴里还惊慌失措地 咬着哀哑 欧斯被姐姐逗笑了 但捉弄我头发 这小小的抱货 让弟弟笑出声 刚刚还在那 嘶哇乱叫的姐姐 一下就被欧斯的笑声 年轻女孩担任家主 竟与自己的弟弟 暗生情愫 不仅大胆是爱 还疯狂贴贴 然而这只是 女孩无心地撩拨 弟弟却有心沉沦 从白门回来后 拉奇亚就开始 举办新年晚会 丰盛的酒食 悠扬的音乐 少男少女们 在舞池里偏偏旋转 享受着舞会 带来的快乐 而女孩却拘异于 在酒精的作用下 她头脑有些晕乎乎 脸颊两侧的 红润比酒杯里的液体 更醉了 欧斯见姐姐一副 明显醉了的模样 给她递了杯水 蓝台起头 眼睛湿漉漉地 看着弟弟把酒杯拿走 没想到酒精这么大 她看着弯腰拿酒杯的弟弟 疑惑为什么在家 还穿着校服 弟弟解释 家里之前负债累累 为了节省开支 一直没做正装 姐姐听了眼中 划过一丝心疼 纯纯叫到她 虽然家的穷 但再穷不能穷孩子 给弟弟做一套衣服的钱 还是有的 欧斯垂眼看着女孩 露出的细嫩脚胎 你的裙子短吗 蓝丝毫不在意地解释道 这个是母亲的 现在她的裙子 是都是继承母亲的 虽然有一点点不合身 但这些裙子 是拉齐亚巨额负债的 主要原因 套套穿就好 等到之后 去贵族交际圈 宣传一波自己的产品 就可以有更多收入 蓝美滋滋地畅想 这时候弟弟的一只手 朝她伸来 女孩不知原因 呆愣愣地 把水杯放在她脚心 欧斯有些无语 坐上之前又停转下来 我不太会跳舞 欧斯朝前握着姐姐的手 拉着她起身去舞池 我会跳 我带你 这一瞬间 女孩似乎更醉了 耳边的华尔兹 像是轻声泥男的情话 要被欧斯的大手揽握着 脚步贴着脚步 气息交融着气息 暧昧又浪漫的氛围 罩着来 蓝正脸对着弟弟的身体 抬头注视欧斯的脚步 让她再一次惊觉 她闯到了好多腕 夜晚 微醺 音乐 舞蹈一切都有些飘然 直到女孩一脚 踩上弟弟的脾气 欧斯有些叹气 你这样怎么去首都 参加社交会 蓝有些羞男 我是不会给拉奇亚丢脸的 不过 欧斯对拉奇亚的感情 似乎很深 可她不一样 这又冷又平 虽然家族威望很高 但并没有名字 对于蓝来说 拉奇亚只为欧斯存在 欧斯不在这 拉奇亚就没有意义 有个感情白痴的姐姐 是种什么体验 冷面赴黑男的追击体验 实在太糟糕 每每饱饭一顿后 女孩出来透气 夜晚的微风 吹走周身的燥热 带来凉爽 一口气干完整杯酒 酣畅的舒爽 蔓延全身 懒忍不住握拳跺脚 直呼太爽了 酒精的作用 很快就从胃里 夺烧到脑袋 她晕乎乎的 翠绿色的眼睛 晕音胜水气 逐渐变到患的迷离 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 雪花在黑夜中 透露着点点光芒 女孩忽然解开发术 但茶色的头发倾斜而下 洒落在周身 散发着一股圣洁的魅意 她一定是喝多了 直接跳坐上平蓝 双腿在空中晃啊晃 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现在有多危险 突然的一声姐姐 让女孩从回过神 她看见了一双 睁大的蓝色眼 原来是弟弟啊 女孩满面笑意 兴奋地张开双手 轻飘飘地感觉 让她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 却没注意到 欧斯一脸金锯的 快步跑向上 少年伸手一把抓住姐姐 一个狠近着 把女孩搂进怀中 恐惧感蔓延到整个头皮 心脏紧缩着丢成一团 直到姐姐换了身欧斯 对她大笑着 少年的心才慢慢舒展开 她头疼式的符额 鉴于姐姐有过 好几次不惜命的前刻 欧斯眉头紧皱 女气加重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我很讨厌不珍惜生命的人 女孩完全没有 被训斥的自觉 只一个劲地点头 放心吧 我不会死的 她凑上前 对着欧斯微笑着 这双湛蓝的眼睛 透着温柔的光 蓝此刻突然很想 看看眼前的少年 笑起来的样子 她开始胆大的动手动脚 轻戳着弟弟的胸口 一副不达目的 恃不罢休的娇憨一样 即使是面对姐姐的要求 欧斯也没有照做 她很清楚 姐姐只是喝醉了 哪料女孩下一秒 直接拽下欧斯的衣领 一个用力地吻 就这么落在了发烧 欧斯感觉心脏 又猛然紧缩起来 眼睛也因为惊讶 而微微瞪大 她听见姐姐在胸口抱怨 自己一点也不温柔 欧斯露出微笑 现在还不够温柔亲切吗 蓝一副比翼的眼神 像是在说这样就够了 看着今晚格外大胆 格外诚实的女孩 她忽然问了一个 毫无干系的问题 姐姐 你喜欢拉西亚吗 蓝摇晃着脑袋 只略微思索了一下 给出了一个重肯的答案 还行吧 要知道整天忙于家族 事物是很累的 如果不是因为男主弟弟 这个烂摊子 她才不会接受 得知这个答案后 欧斯一脸落寞 到底谁才是无情的人 女孩红着脸 对弟弟撒娇 再三强调 你要对我温柔点 欧斯被她执着的模样 逗笑了 除了要对你笑 还有呢 不要杀我 这一句话 让弟弟体会到 什么叫做 上一秒天堂 下一秒地狱 面对忽然的沉默 女孩不明所以 完全没有伤人诛心的自觉 还问道 怎么了 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量 让她的身体 止不住的后颜 大半个身子悬空在外 可内心却一点也不慌乱 那只手又抓住了她 微微的失重感 让她有点迷茫 你不会想让我 掉下去摔死吧 逆光中的少年 看不清表情 在黑暗中蔓延的情绪 把她弯冲 蓝对着欧斯璀璨一笑 散落的金发称的 她越发娇媚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欧斯的头围垂着 仿佛受伤的小说 她把姐姐拉回来 惯性让女孩 磕上她的胸膛 欧斯湛蓝的眼睛里 透露着哀伤 你明明知道 我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 为什么还要那么说 她被姐姐执着的 脑回律击败 不愿再继续 这个戳他心肺的话题 欧斯把外套给姐姐踢上 又一把抱起来 瞬间从沦落天涯的伤心人 化身为强势小狼子 不容反驳地 带着姐姐离开了阳台 一回到温暖的房间 懒得眼皮似有千斤柱 哈欠连铃 一股浓浓的倦意犯上来 脑袋又开始发晕 全凭着欧斯的手 握着才正 姐姐一夜好叫 弟弟确实彻夜难眠 一大早就跑去练劫 满身大汗 也没能让他把繁星室 抛出脑后 他一直回想着姐姐 在平安旁的模样和话语 他经不住地思思自己 要对他再温柔一点 再亲切一点 这时骑士团长 来找欧斯处理室 他按照欧斯的安排 却出一份护卫 来保护家质安全 另一边 一觉睡醒的蓝 觉得自己 根本没有再争议必要 他咬牙切实地垂着床 不是脑神经错乱了吗 是该死的酒机 一想起自己揪着弟弟的衣服 轻盖的木 蓝瞬间埋头泄起 酒色污染 酒色污染啊 欧斯居然也不推开他 女孩悄悄推开弟弟的房门 只见弟弟身姿悠长铁拔 丝丝阳光洒落周身 一阵尴尬友好的寒暄 古留姐姐一人内心煎熬 弟弟四平八稳安静一扎 平地惊起了一声道歉 让弟弟离获得叫了声角 女孩捂着嘴 结结巴巴地解释远容 弟弟带着 随后手舞胸口 与着微妮地答应姐姐想到的温柔 蓝买脸跪地 似乎无言在面对地 欧斯看着姐姐的羞耻感 一饮一烈 终于不在捉摸他 他们还有正式要上网 昔日冷漠麻木的男人 爱上自己的姐姐 不仅让他坐上家主之位 还化身骑士贴身口 只想与他亲近贴贴 怎奈女孩是个爱情白痴 撩人不自知 被撩不心动 只等只求告白攻破他的心 蓝马上就要离家 参加皇室举办的网络 在此之前 他需要解决 拉奇亚白糖西区的问题 没有甜甜的糖分 乃来的快乐呢 只要找到这种草 再榨成液体 就能保持成糖 一想到能实现白糖自由 还能小转移 蓝高兴搓手 不过还没高兴多久 另一个难题又冒出来了 由于家族的特殊性 拉奇亚一直享受着难题的水 但现如今 拉奇亚拥有荒山 并且蓝还在首都的巨柜上 宣传魔法制品 家里有矿这件事 绝对满足 顺率提高还好 如果拍冰糖抢就麻烦了 看着姐姐服了叹气的模样 欧斯认真到你只管你做 只要有人来饭 我一定会分析 行一步看一步 还是眼前的美食 比较有吸引力 看着姐姐吃得热火朝天 她非常自然地 拿起手擦在你 还嘴角擦实 你叫低沉 你都多大肆 还吃得满嘴都是你 轻柔的触碰 让来感觉有点痒 她顺手接过手怕 对男人给自己擦嘴酒 继续摸摸嘴 我才二十岁了 不过刚结束新年晚会 我又要离开 感觉对不起你 男站起身 楼下的马车快准备好了 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好吃的 像一个大姐姐 再会不能出门 闹脾气的小弟弟 但男人完全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弟弟 只见欧斯温柔的做事姐姐 带着笑意说 我很期待 马上就要准备出发去手 女孩包裹得严严实实 后中的披风外套 打消了握手道别的女孩 一路顺风 蓝一脸开心地 瞧着她重新的弟弟 欧斯嘱咐到不要回走 她休男的保证绝对不会的 追了那么久的姐姐 出趟远门 就被好几百个男人求婚了 女孩人还没到首都 求婚的花束 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看着价值千金的珍贵花朵 女孩颇为无奈 拉吉亚家主的身份 已经如珍珠般的美貌 让她在贵族单身圈中 大受欢迎 但蓝并不喜欢 那些疯狂的追求者 大晚上还跑到窗外唱情歌 想激发爱情的火花 但爱情免一体不为所动 只觉得扰民 由于太受欢迎 皇后邀请兰参加贵女们的茶话会 然而会面上出现了一个麻烦的角色 皇后还邀请了太子妃 在小说中 太子妃是一个公于心境 城府其身的女人 她毒死自己的丈夫皇太子之后 又迷恋上欧斯 引发了一系列麻烦 即使内心多么拒绝 与这个女人有关关系 但表面上还是笑音音的表示期待 说什么来什么 一个雍容华贵的年轻女人 向这边走来 不知是不是反派与主角 有天然的对立磁场 太子妃一直都在暗暗刁难兰 兰也凭着聪明才智巧妙周旋 这些生活在荣华富贵中的富太太们 实在是难以应免 好在有很多甜甜的糕点 可以让她开心心 但不知为什么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 欧斯的身影 真的好想她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就像清晰而下的洪流 完全止不住私逆 最终勉勉强抢硬管这些太太们 兰的脸色露言可见的疲惫 寻常的抖擞精神 对肖母来尽 正当女孩想回去好好睡一觉时 又一个大麻烦正在笑她走来 蓝尊敬的朝皇太子行李问候 这个惊犯的男人 正饶有兴趣地打亮着蓝 赤裸的目光让人很不舒服 这个臭名远扬的花花公子 看见蓝的美貌 欲掉轻浮 想约蓝单独说说谎 羽孩又没有邀请函的借口拒绝了 然而这个老色鬼会死心 既然正是邀请没准备 那就一起散散步 他对自己魅力很有信心 拿下这个漂亮的女人轻而易举 面对黄太子的再一次邀请 女孩不好再拒绝 只能答应下来 风流成性的黄太子 盯上了男主偷偷爱慕的姐姐 惊犯男人与其轻面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对着蓝说道 你还是储对吧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蓝被恶心地胃在翻腾 他强压下生理上的厌恶 指令这种行为毫无风度 完全不是贵族绅士该说的话 男人却来了劲 女人你这么做 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吧 很好 你成功引起了我对你的兴趣 面对眼前这个自大的油腻王 蓝气的想拉脚踩他 和皇子身份压在他头上 自己不仅不能把他骂他 还要假装尊敬他 简直多待一秒都要短受 蓝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 这个色劈起了别的心思 她的阴险手段多的是 这一个女人还绰绰有余 只要扶持下任家主欧四上位 这女人没了拉奇亚的庇护 还不是任他玩弄 首都的宴会之旅 原本是打出拉奇亚好名声的开始 但那油腻男让人糟心透顶 居然在社交界传播流言蜚语 暗指他俩亲密关系 男支着头 怒火在心中腾然而起 绝有无处可发 真想找刺客杀掉他的傻叉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然而一个是从传来坏消息 凯比伦侯爵对拉奇亚 发了份宣战书 男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重复了一遍 宣战书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他跌跌撞撞跑散 这下糟了 男这次来到首都 主要是宣传魔法品 这一举动 直接触碰了伯爵的蛋糕 眼下伯爵坐不住 率先出手了 处于被动地位的拉奇亚 非常危险 而皇帝为了家族之间的制衡 握许了这一次的斗争 更根本不会出手制止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滚出去 男眼神凌冽 像要马上刀掉 这带来恶好的传令令 可恶 男不自觉地咬着嘴唇 大脑飞速运转 这次来首都 欧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把骑士团的大部分人 都直派过来 现在拉奇亚的护卫人手 不知道能不能对抗 少路精神 而且现在能保护家族的人 只有欧斯 可他才18岁 赶紧皱眉头 没想办法帮他 他虽然可以召唤精灵 发好施力 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是手中的底牌 不到最关键的一刻 还不能动他 一股无力感涌上全身 鱼还把脸埋进手心 湿润的温热夜 也在手掌上 我们立刻回去吧 他要马上见到欧斯 年仅18岁的少年 为了守护家族 穿上冰冷沉重的铠甲 一个异军侵略 欧斯得真那些入侵者们 烧杀抢掠 无意不犯好 铠甲下的战蓝眼睛 透露着寒冷光芒 他们竟敢在拉奇亚 如此放肆 这场战争来得有些突然 但少年毫不畏惧 一方明显逼顾了拉奇亚的实力 欧斯要让他们知道 在冬日里 向拉奇亚进攻 一定是个错误的决定 欧斯设体 让他们以为伤 轮轮吐出两个资 但伯鲁也许还有一些神经 但男人之间的决斗 却谁也真有死 哪管他就是个国际长祖 意见下去 男人用无比寒冷的目光 注视着地上的一堆死尸 想杀我就要做好 被反杀的准备 战争结束 他摘下沉重的头盔 面无表情注视着前方 耳边充斥着士兵们的欢呼声 欧斯却没有胜利后的心愿 姐姐一定很担心吧 她得快点见到兰 尽管欧斯已经太安慰告知兰 自己一定会取胜 让兰不用担心 但得知欧斯赶来了首都的那一刻 女孩立刻飞奔下楼 看见一只牵挂在心的弟弟 他什么都不管了 直接扑进欧斯的怀中 嘴里念叨着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带着哭腔的语调 让男人把怀中的女孩 搂得更紧了 疯狂赶路的疲惫 在这一瞬消失殆尽 他一把暴击姐姐 面上的神情温柔的不可思议 眉眼间的笑意 像是一汪荡漾的春水 丝毫不觉得这种行为 有什么不妥 他只是想抱他 女孩被突然腾空的身体 吓了一跳 胳膊不自觉地搂上弟弟的肩膀 只是眨巴眨巴眼 疑惑地叫了声 欧斯 我在这里 低沉温润的嗓音 让女孩惊觉弟弟的声音变了 意识到眼前的人 不再是清秀消瘦的少年 而是个有力量的男人时 他突然有些害羞 底下的触感又硬又结实 没想到你会这么热情地欢迎 感受到姐姐的局促 欧斯放下有些脸红的女孩 然而侍从们的注目里 让他脸红得更透 弟弟为爱化身将军 冲锋陷阵只为护家族周全 面对心爱的姐姐 昔日的冷面骑士 笑成一潭春水 少年心思不语 可惜姐姐不领风情 拉奇亚获胜的消息传遍了皇宫 众多贵族们想拉拢拉奇亚 其中步伐未婚贵女 想见见在战场上的胜利将军 解决终生大事 男看着窜得越来越高的弟弟 他领着欧斯去做了一件新衣服 男人一出来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得体的裁剪 使得他清冷淡目的气质越发突出 浑身散发着礼貌树立的气息 兰看呆了 忽然欧斯知走适从 直接问了句大逆不到的话 姐姐 你是不是想谋反 兰被炸得立刻否认 你怎么会这么想 男人不知可否 竟然没想谋反 那为什么要调查二皇子呢 之前兰派安卫调查二皇子 让欧斯有些在意 兰解释我只是想了解他一下而已 弟弟继续追问 然后呢 姨父是不罢休的模样 兰有些难以开口 后退着坐下后 咳了两声 皇太子有可能当不上皇帝啊 欧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兰被注视着越来越心虚 最后气急到 要不是因为那种混淡皇太子 话只说到一半就打住了 这种话题怎么和弟弟讨论 兰有些犹豫 究竟要不要把那色皮调戏 他的事情说出来 来人去告诉他 你更应该和我说 因为我并不是你的弟 看着姐姐纠结的面孔 欧斯用手指轻轻撩起 女孩脸颊的碎发 语气你难道似乎在撒娇 姐姐 你就告诉我吧 难道出了实情 皇太子总是动手动脚的 有的时候还会故意摸他 你说什么 男人顿住了 刚才还眷恋着的手也放下来 而女孩因为这些事 升起垂腿 并没有看见男人脸上的神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既然这样 她打算亲自去见见二皇子 按照姐姐想的巨狗 兰和欧斯还被踏出房门 贵族小姐拥拥而至 只想和他们掏上话 这时两位身穿黑色丧服的女子走来 其中一位哭着哄暴 杀人熏手 还我哥哥 说着挥手就要扇过来 男孩没反应过来 紧逼着一个 在眼皮子底下 竟敢这样对姐姐 欧斯一把甩开她的手 好不容息 她护着怀里的姐姐 居高临下说道 并不是我杀了你哥 而是你父亲的参与 就算你有仇恨 也不应该对着我姐姐发现 说罢 欧斯不在搭理摊 坐着哭泣的两人 拉着姐姐直接离开了 男人人前人后两种无路 外人面前 她是面攒冷漠的家族继承人 无情不爱 姐姐面前 她是满心满眼 只有你的中心狗狗 战友欲超强 她毫无绅士礼仪的 把女人推倒在地 只为保护姐姐 而这件事 却在贵族圈里引起热议 认为一向高冷又麻木不仁的男人 为什么会对姐姐那么温柔 既然对姐姐如此 那对将来的妻子 应该有多体力啊 于是圈中热议话题 变成了符合成为男人的心上 连兰的知心好友 多捧对了花痴 如果我还没嫁人 一定会爱上欧斯 女孩端着红茶 笑着她去 两人聊得正开心 好友忽然担忧地问她 皇太子是不是还缠着你 听见那个混账的名字 男的脑袋又开始一目发痛 眼下的情况变得更棘手 由于她一直躲着皇太子 皇后都开始变得不由 不仅是皇后 好友还提醒来 需要多多注意太子妃的行为 另一边 欧斯在着手调查皇太子 这个魂球居然对姐姐 做出那么出格的事情 绝不能轻易放过 男人查到消息 太子妃一直在避孕 皇室中 子嗣是稳定的关键 这么看来 太子妃私与皇太子不合 另有打算 正在欧斯思考 这个太子妃盘算什么 皇太子过来 他面无表情的 朝经霸男人心里 皇太子来见欧斯 完全是打着蓝帝主 只要他与欧斯联手 若他登上家族之位 截然一身的蓝 便会沦为场中之物 任他玩弄 男人越说越兴奋 看着自以为聪明的皇太子 欧斯心中 冷冷吐出两个字 蠢货 果然是下半身思考的蠢货 多数的想法 和那张情欲泛滥的脸 一样令人意气 皇太子走后 蓝找了过来 他听说皇太子来见欧斯 以为是来找麻烦的 看着面色冷峻的弟弟 姐姐有些担忧 欧斯皱起了眉头 犹豫了会问道 姐姐你打算回拉齐亚吗 这么多人对他有非恨之想 欧斯很得放心 云还却表示 我还想在这留一段时间 直到社交活动结束 欧斯不再勉强 蓝以为是弟弟 受不了皇宫的氛围 想回家了 告诉他不想待在这里 你可以先回去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不过我还是想你留下来陪我 挽留的话语 让男人内心炸开了话 他额头凑前 盯着那双翠绿色的眼睛 缓缓吐出四个字 论意至极 羽孩被他忽如其爱的 亲力举动吓了一跳 但并没有闪 欧斯邀请姐姐去书房商讨事 女孩一个进的底部 看着他纤细的身影 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男人内心有误着 但身后却似有一双手 坐在耳边 母亲用近乎鼓吓的声音 在他耳边说道 不要相信嘴上说爱你的人 不然你的下场 不可我一样 一声低沉的姐姐 让女孩回过头 如果我背叛了你 你会怎么样 男人爱着自己的姐姐 可童年的遭遇 让她变得冰冷麻木 毫无所调 但女孩真诚炙热的目光 让她产生爱的欲望 如果我背叛了你 你会怎么样 哪只女孩把这句话 当成玩笑 你是想把我卖给皇太子吗 男人想也没想 怎么会呢 听见这个答案 蓝拍拍胸脯 如实重负 只要不把他交给 他的禽兽就行 被自己的弟弟背叛 当然会难过 但蓝依旧觉得 假如真的出现背叛 一定是欧斯有难言之意 他不会去恨欧斯 反而还担心自己 爱手爱脚 蓝人看着女孩 嘴角的笑意 一直蔓延到眼睛 充盈的爱意 去走了母亲的阴影 两人来到书房 看着这奇怪扭曲的符号 蓝一脸问号 察觉到姐姐看不到暗影 欧斯公整地翻译了一遍 看着弟弟端正的字体 蓝忍不住夸奖你的字 真是漂亮 欧斯想起姐姐 歪歪扭扭地爬出字体 也难怪会夸这个字体漂亮 弟弟忽然问到 姐姐你见过太子妃了吧 蓝早已见过她 她还知道这个可怕的麻烦女人 现在因为皇太子的原因 老喜欢找男的茶 女孩正想着 该如何不与他扯神联系 身体不知不觉朝着欧斯扣 一丝清淡的花香 营绕在鼻尖 直到香味越来越浓郁 男人才发现 女孩靠得有多么紧 二人瞳孔中 道应着彼此 姐姐 你靠得太近了 也许是因为害羞 欧斯出言提醒 女孩才反应过来 率先后退 话题转移到二皇子身上 在预言书中 这个人最终当上了皇帝 岂是个未名为成的皇帝 蓝决定去见见二皇子 在拱门里 他沏上茶 安静地等待着英格的到来 周身环绕着的绿色植物 让女孩感到心情舒畅 丝丝阳光洒落在他身上 像是绿鹰丛里最珍贵的话 二皇子一锦门 便看到这样的奖项 也难怪自己好色的皇兄 一直死缠烂打 这么娇艳的美人 我会不想回到他们方形 蓝微笑着 逃二皇子打架火 这次的谈话 他只是想给二皇子 抛出橄榄枝 可坐在面前的这个男人 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闲散皇子 蓝也没想着 几平初次见面 就可能建立新任 他带着二皇子四对逛逛 登进云翼 走到一处时 身旁的人忽然躲动一下 蓝好奇地问他怎么 哪知他说灌木丛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以为是猛兽 两人害怕地将在原地不知所措 一个高大的人影 从阴暗处显露出来 羽孩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是弟弟啊 不过见到姐姐的欧丝 依旧面无同情 冰冷的瞳孔 不知道在注视着谁 男人面色冷淡 并无神色 但二皇子却敏锐地 嗅到了警告的气息 也许是同为男人的缘故 他太清楚 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了 那是男人对所有物的宣告 戴欧斯走远后 他回头对蓝说道 你应该不会很早就结婚吧 毕竟有一个这么英俊的弟弟 他一由所指 蓝完全没听出弦外之音 直到他在夸奖自己的弟弟 看着女孩骄傲的模样 二皇子忽然有些好奇 下任家主上位时 他的处境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他有些怜惜 如果你未来无处可去了 可以来投奔我 蓝却睁大了眼睛 咯咯地笑起来 未来的事情他早有打算 家主当够了 出去享受生活 不错 离开购门后 他还要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 蓝坐在梳妆镜前 任凭侍女们给他梳妆打了 欧斯坐在长椅上 等着姐姐弄好妆发 他听着姐姐一直夸奖二皇子 直到要吐口汁才闭上嘴 心里很不适滋味 欧斯注视着蓝 那张嘴之前对他说过最动听的话语 现在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其他人 蓝回头瞥了一眼弟弟 内心想着要给即将生日的欧斯 一个惊喜 在装扮完成 精致的妆发让他多了 古成熟女人的美丽 蓝色优雅的连衣裙 如浪流般倾泻而下 平平玉丽的身姿 宛弱一朵深夜战中的雪花 只有黑色才能衬出他的美丽 但这段时间频繁的社交 以及小心翼翼的周旋 让他有些欣慰 男爬起脸 脸上哀叹 要是我只是普通女孩 参加晚会就好了 欧斯见姐姐可怜兮兮的模样 提醒他晚会要开始了 他也该出发了 富丽堂皇的宫殿 明晃晃的照应着每个人的脸 蓝找到一个角落 打算再待一会就偷偷溜走 一个银犯男人上前朝他打招呼 看着和太子妃有继承相似的面语 蓝确信这是太子妃的哥哥 女孩提起裙摆 优雅的朝他行李问好 接二连三的客套话 让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 直到这个银犯男人凑上前 警告为十足的说 太子妃是我妹妹 还没说完 用一个大把饭走过来 那个耗色的皇太子 一眼就看见人群中最亮眼的蓝 他立刻靠过来 眼神在女孩身上流转 许久不见变得更漂亮 要是能得到他 自己还有多美啊 他邀请蓝跳舞会的第一支舞 这句话刚说出来 众人的眼神就变了 传统上舞会的开场舞 都是由继承人与他的妻子共舞 这也是一种权力上的宣告 邀请拉奇亚家族跳舞 这是完全没把太子妃 和他家族的演变放在眼 蓝被这无脑的举动 弄得措手不及 他还不想在这树敌 更何况太子妃的哥哥还在这 直接拒绝会让大家吓不来台面 他只能靠装晕躲了过去 在回去的马车上 蓝恨的牙痒痒 到底是什么脑子 能指使他做出这样的事啊 妥妥的二愣子 还要拉着他下水 直到和欧斯在一起吃饭 他还在垂胸顿足 气得饭都多吃了小浪漫 不过欧斯传来一个好消息 蓝之前拜托红发伯爵 找人的事有了回应 终于找到男儿了 男人趁重人不在 主动邀请心爱的女孩共舞 即使无人拉去 男人也不愿放弃 这次和姐姐亲密接触的机会 在留声纪的悠扬乐曲中 欧斯搂上姐姐的腰 纤细的腰脂 凝硬一握 柔软的手指温润绵密 他不舍放开 男抬头注视着弟弟的侧脸 才多久没注意 他又变得更结实 少年的青涩感完全褪去 男性的气息扑灭而来 男的武技实在糟糕 都不知道踩弟弟了多少脚 欧斯毫不在意 是我武技还不够精湛 才会让姐姐一直踩到我 看着女孩慰问的头是 他想摘下来 姐姐却觉得发尸带着漂亮些 他放下手自然地 挽上姐姐的手臂 我送你回房间吧 蓝有些惊讶弟弟的体贴 无微不知的模样 让他内心暖暖的 连睡梦中不是愉悦的 没过多久 精灵给蓝送来了一把剑 是之前女孩 拜托他打住的精灵之剑 通通的向牙白 显示着这把剑上等的品质 欧斯的生日礼物准备好了 就等着看他收到礼物的表情 一周之后 一位不常见的客人 前来拜访 蓝拜托红发伯爵 找男儿的事有消息了 但想把卢米带到这里 还有点麻烦 他现在出镜不算好 而且还有一个妹妹 两人不可能分开 他们还提出要渐渐来 女孩正坐在椅子上 思考着之后如何打算 完全没发现身后靠近的人 直到欧斯出声说道 要我帮你按摩吗 他被吓得一激励 红茶都洒在裙子上 欧斯一边道歉 一边蹲下身 帮姐姐擦拭 女孩看着明显的印子 看样子是洗不干净 欧斯让姐姐把裙子扔完 反正也是母亲的旧衣服 蓝有些好奇弟弟 是怎么发现衣服是旧的 他还以为修补得很完美 在欧斯眼中 姐姐并不适合 这么深沉的颜色 它应该是属于温柔淡衣服 你适合温柔的颜色 低沉的话语 让蓝内心涌起一股一样的感觉 腹黑弟弟发现姐姐瞒着他 私底下在找其他男人 怎么会这样 是自己还不够好吗 欧斯追问起姐姐与伯爵的谈话内容 姐姐心虚的模样 让男人的嫉妒心作祟 他摆出受伤的表情 你不能信任我 女孩揪着依旧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内心又愧疚又心虚 欧斯见目的达到 不再继续追问 夜深人静 一封秘密书信送到男人书房 一个奴隶 姐姐为什么要瞒着他 大费周章的去找一个奴隶 这个人很重要吗 欧斯想不明白 他让暗卫继续跟着他 处理好事情后 男人走向练剑场 他需要发泄一下 却遇见同样没睡的姐姐 难看着地理 慢慢长夜 我和你学学剑术吧 男人欣然答应 注意到姐姐又没穿鞋 欧斯皱了皱眉 不由分数的报级姐姐 夜晚的气温很低 他不想姐姐再生病 女孩被突如其爱的腾空下了一条 惊呼出声 在暗处的护卫立刻冲出来 以为家主遭遇危险 相拥的二人 盯着气喘吁吁的护卫 刚才还浪漫的氛围 瞬间凝固 男人一脸不爽的 看着破坏气氛的罪魁祸首 你没事吧 护卫从没见过自家少爷 如此生气的不要 冷汗连连 欧斯赶走护卫 跟付他去给姐姐找双鞋来 然后继续盯着姐姐 你是不是约了什么人 女孩否认 双手却还住弟弟的脖子 整个人都挂在欧斯身上 男人轻微抖动了一下 心香柔软的躯体 让他不忍放手 可算是拿来了 欧斯接过鞋 非常自然的担心跪下 给女孩穿上 女孩惊讶弟弟如此温柔体贴 他有些慌乱的 叫着弟弟的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 他做得如此理所应当 男摆着手 一脸胀红 心跳越来越快 以后千万不要随便 对别人做这种事 不然别人会误会的 男慌张的跟欧斯嘱咐着 欧斯却表示 自己也不是对谁都这样 男有些难以置信 难道他把我当姐姐 才会这样 看着欧斯为自己展示剑法的身影 蓝只觉得自己的心脏 在这一刻清晰地跳动起来 他感觉自己很推进 好像他要失控了 好色狡诈的黄太子 被女孩迷得神魂颠倒 他盛情邀请蓝参加舞会 都被女孩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黄太子隐隐不满 不知谁走漏风生 周围的人私底下 都对他议论纷纷 被一些地位不如他的人 嘲笑诋毁 黄太子感到一阵恼火 再也忍不下去 他决定去找父皇 下三案的手段 经由权贵的手 都会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父皇一直垂涎拉奇亚的财富 他一定会帮自己 皇帝下了封诏书 给予欧斯出入皇宫的自由 蓝虽然觉得有点奇怪 但也不是不好 下次的舞会 弟弟就可以和他一同出席 并且这也是欧斯 第一次踏入皇室的社交界 想想有点激动 他双手合十 一脸笑意 得给弟弟做一身新衣服 看着女孩高兴的模样 男人垂眼 一口答应 拉奇亚下任家主出席舞会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社交圈 年轻有颜又有钱的帅气男人 成为众多贵族小姐的梦中情人 这谁能不爱 当然 除了姐姐 两人盛装出席舞会 一出场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蓝被众人的目光盯着 有点不好意思 拿扇子挡住你 轻声说道 大家怎么都在看着我们 人们直白的目光 让两人浑身不自在 这时皇后走了过来 他热情地对着姐弟俩打招呼 蓝向皇后介绍自己的弟弟 一个绅士的文首里 让皇后心花怒放 蓝注意到捂持另一边的太子妃 他也过来了 女孩有些担心会惹上麻烦 毕竟现在的欧斯 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挺拔笔直的身躯 英俊帅气的面容 哪一个贵族小姐经过不看他一眼 蓝手紧握着 他不禁担心 万一太子妃看上欧斯了怎么办 女主角还没登场吗 他紧张地搓手 男人注意到姐姐莫名慌乱起来 不知道在乱七八糟地想些什么 他皱着眉叫了声姐姐 蓝还没回过神 直愣愣地看着弟弟 连皱眉都那么帅 直到欧斯有叫了他一声 女孩才回过神 怎么了 欧斯又一次朝姐姐伸出手 跟我一起跳舞吧 这回女孩不再犹豫 一脸灿烂地把手放在弟弟掌心 弟弟太爱我了怎么办 男人苦练舞技 只为和姐姐跳一支完美的双人舞曲 心意的步伐 合拍的节奏 身为踩脚大师的蓝 破天荒觉得自己有跳舞的天赋 他看着帅气的弟弟 依旧是湛蓝无波动的眼睛 但倒硬着的波浪裙摆 透露了弟弟那颗指不出跳动的心 男高兴地对着欧斯说道 你的舞不精湛很多呀 因为姐姐没办法再进步了 就只能我努力提升才行 欧斯看着呆呆的姐姐 一脸笑意 在一旁围观的贵族小姐们 看见男人帅气英俊的笑容 纷纷投来实现 吸嘴巴舌的议论着 还未正式踏入皇室社交界时 关于男人的传闻并不少 这一次的亮相击碎了不好的传言 人们只看见了一个帅气多金 有言有权的单身欧小舞 贵族小姐们两眼发光 直单单 男觉得不妙 再这样下去 弟弟就要被抢走了 女主角面都还没见上了 他得赶紧给欧斯打上预防针 女孩抓紧弟弟的手臂 认真又急切地告诉弟弟 你一定要和命中助地的人在一起 突如其来的话 让男人愣住 不明白姐姐为何会成立 女孩有些难为情 未来的公爵夫人 得让我把他玩才行 他抬眼偷瞄弟弟的表情 发现欧斯目不转间地注视着他 以为是弟弟在无声反驳 女孩小声说道 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欧斯只是告诉姐姐 自己不着急结婚 男有些窘迫 是自己管得太多了吧 可是男女主就应该在一起了 男人看见女孩 快要陷入低沉的情绪 他用力搂紧姐姐的手臂 姐姐别不开心 继续跳舞 曲子一结束 瞅准机会的贵族小姐们 一拥而上 把猫撕回的水行不通 男小圈现在偷偷溜走 没想到被弟弟一把抓住 你要去谈 面色阴陈的可怕 周围的小姐们 也对男后来敌对女后 被吓到的姐姐 立刻逃出包围圈 他寻了个角落 自己想着 这时二皇子走来 二人开始闲流 没想到另一位 无敌之客 凑着个大话 颇好时的问完 弟弟如此帅气 也很轻松 毕竟你们也就是听姐弟 男微笑着打哈哈 实在是受不了 这暗里藏刀的谈话 二皇子主动邀请男跳舞 两人终于远离了 那个疯狂的女人 不过眼下又有一个难题 他不会跳舞啊 只有欧斯 才能配合上他的舞 原本还不幸的二皇子 被女孩砸乱无章的步法 才到怀疑人生 蓝羞愧的不敢抬头 丢脸丢到外人面前 然而一抬头 就看见了让他震惊的话 欧斯居然和太子妃 那个可怕的女人在跳舞 男主弟弟 为什么要和恶毒女配跳舞啊 蓝不理解 看见共舞的场景 他经得下巴都要到了 姐姐丝毫没有在跳舞的心思 太子妃似乎被欧斯迷住了 这该怎么办 蓝很担心 束手无策的感觉太糟了 失魂落魄的模样 让二皇子以为 蓝喜欢欧斯 看见欧斯和黄嫂共舞吃醋 他提出出去散散步 女孩没想什么跟着就走 但止不住的往一侧偷瞄 二皇子忍不住好奇 他悄悄问道 你是不是喜欢你弟弟 一声雷站在耳边 刚才还苦兮兮的女孩 立刻慌乱解释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拦脚着裙摆 干嘛这么紧张 也许太子妃还没喜欢上欧斯呢 自己还能阻止这件麻烦事 拿回过神向二皇子道歉 刚刚被他们跳舞的画面冲击到 都变得不淡定 不过他现在和二皇子又走到了谷 看着和白天毫不一样的景色 没什么好看的地方 不过这正好是和男女优惑 二皇子歪着头一有所指 蓝依旧没听出来 拍出手非常赞同二皇子的观点 二皇子之前就觉得 拉齐亚的这位家主 有种怪异感 对他散发的情感 像是隔了层屏障似的 丝毫接收不到 现在孤男寡女 月色朦胧 约会圣地 而女孩就完全没把自己带入场景 像个局外人 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恰巧一阵风吹过 沙沙声也带过去 女孩没听清了句话 分别之前 二皇子告诉兰 欧四能出入皇宫 是皇太子向皇帝提议 兰谢过二皇子后 两人分头离开 他一路走着一路思考 这个九色之徒到底要干什么 还没走出多远 一个身影兰在路前 那个好色的老灯 正一脸油腻地打亮着兰 女孩强压恶性 怎么阴魂不散的 刚准备告辞 没想到这个老逼灯 直接上手抓人 兰也没客气 立刻甩开手 立声呵斥他放开 他不再装作贵族绅士 凑近威胁道 你尽管叫 我会告诉大家 是你勾引我的 奸诈得意的模样 让兰屋大雨 皇室怎么能交出 这么个混蛋来 他让男人先放手 好好聊聊天 没必要拉着 皇太子丝毫不在意 混蛋行为贯彻到底 一把将兰扯进怀中 手还不规矩地 在腰上揉捏 扑如其来的举动 让女孩又惊又怕 他使劲挣扎 奈何男女力量悬殊太大 而便宜他越搂越紧 正在拦想呼救时 一股巨大的外力 将他们分开 皇太子被先搞在地 女孩也跌坐在地上 抬头只看见 欧斯苍白又紧缩的瞳孔 他从未见过弟弟 那么着急紧张的模样 看见心爱的姐姐 被别的男人挪在怀中 男人的手还不怀好意 上下摸索 欧斯气急上前 一把掀翻了 皇太子那个混蛋 跌坐在地的姐姐 吓得面色苍白 还没从恐惧中抽离出来 他赶忙上前扶起搂住 你没事吧 欲调中透露着熔隆的担忧 看见是弟弟 来稍微松了口气 但恐惧的余韵 还没从身体里消除 他低垂着头 双手抱在胸前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着 可可巴巴对弟弟说 我没事 欧斯从未见过如此脆弱的姐姐 一直都是笑音音的眼睛 现在只能看见过 男人怒火中烧 他的姐姐怎么能被如此羞辱 皇太子还在一旁大声嚷嚷 凭你这身份 居然敢追我 是要谋法了吗 听闻声训的人群被吸引过来 一时间 他们又成了众人的焦点 此刻的蓝像只受惊的兔子 只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繁杂的声音 让他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欧斯感受到 姐姐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 他解下披风 盖在姐姐头上 把他包裹起来 视线却扫到手臂上的瘀青 怒火压抑不住 一股力气 从心底蔓延出来 欧斯无法想象 在他感到之前 姐姐惊灭了什么 而那的罪魁祸首 还一股死不悔感的一样 他脱下手套 扔在皇太子脸上 此刻只想把这个混蛋 暴揍一动 男人把姐姐按在怀里 凶狠的目光 像是一把利剑 狠狠地刺笑皇太子 恨不得将他剁成肉 你居然敢欺负我的姐姐 我要跟你决斗 是什么让昔日不苟言笑 毫无波动的腹黑弟弟 变成一个戾气横生 锋芒毕露的护解狂魔 流氓皇太子不知好歹 企图对蓝做不轨之事 欧斯见到这幅场景 怎么会善罢甘休 他脱下手套 扔到皇太子脸上 一声道 我要和你决斗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 草包皇太子 怎么会大意决斗 皇太子一个劲的嚷嚷 你这是要谋反了 皇后也赶过来 看着逆子 想把事情越闹越大 还嫌不过丢皇室的领恋 皇后发话了 让拉西亚的姐弟先行离开 他的混账儿子却不干 大声叫唤 走哪去 滚回来 这不成细的样子 让皇后眉心直跳 你给我闭嘴 他直接受不了 不笑而去 临走前 还不忘让太子 没收拾皇太子的烂摊 听着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他咬紧嘴唇 换上一副笑脸 大家都散了吧 欧斯一路上问了八百遍姐姐 你没事吧 他内疚不已 要不是没时刻待在蓝身边 姐姐怎么会被吓成这样 看着女孩抢颜欢笑的无恙 男人一阵心疼 直到女孩笑着流下眼泪 欧斯再也忍不住心疼 一把拥住姐姐 让他在怀中得到安慕 一阵抽气污液过后 蓝渐渐平复下来 欧斯的怀抱温柔又有力 让他安心极了 此刻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 在面对弟弟有些不好意思 忽然想到欧斯还要和那个魂拳决斗 蓝知己身体 满脸担忧 你打算怎么办 弄伤皇太子的话 皇帝肯定会对拉奇亚使伴子 到时候家族的生意一定会受影响 但欧斯早有主意 家族商业可以放弃帝国 转而流通到其他国家 而关于决斗 这是绅士之间的战书 无关地位 生死死死 一个亲自惩罚人渣的机会 欧斯是不会放过的 蓝有些惊讶于弟弟的对策 不仅想这是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吗 羽孩被色棍上下其手 弟弟不仅及时解救 而且面对接下来的麻烦 也处理得游刃有余 这不禁让蓝产生怀疑 这一切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吗 我会是他计划里的诱饵吗 这个念头刚划过脑海 欧斯像是有了独心术斑 伟大道当然不是 蓝呆住了 我刚刚说话了吗 弟弟解释到你的表情太明显了 我不会是当幼儿了吧 几个大字明黄黄写在脸上 女孩捧着脸有些惊慌 这么明显吗 看着姐姐终于恢复了些精神 欧斯语气认真 我怎么会让你当幼儿吗 而且这场决斗我一定会参加 他当然不会放过教训 那搞混蛋的机会 即使皇太子不愿亲自上场 但他们决斗的消息 可是传遍了贵族圈 皇帝爱与脸面 一定会让草包太子 自己上场收拾局面 只要他们父子俩人生出间隙 继承人位置的归属 可却说不定 敏锐的嗅觉和超强反应力 让蓝感觉到害怕 他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思量出这些举措呢 女孩有些发落 姐姐 和我一起回答齐亚吧 面对弟弟又一次朝他伸来的手 要是和他站在对立面 也会被这样算计吗 但欧斯那时担忧又紧张的表情 却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蓝相信他 欧斯拉住姐姐的手 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这也是蓝很少见到的表情 你是不是把我当亲姐姐了 蓝欣喜问道 欧斯斩钉截铁怎么可能 女孩有些受伤 不过没关系 现在关系已经改进很多了 只要有欧斯在 一切都会好很多 蓝整个松懈下来 沉入睡梦 见姐姐熟睡 欧斯轻柔地擦拭着姐姐眼角的泪盒 如果我要再迟一步 那个人渣就要蹲手了 回忆着当时的场景 欧斯眼里的杀意 像藏不住似的肆意倾斜 回去之后 我可要好好准备这场决斗 女孩困倦地靠在弟弟肩上 温热湿如的一小块 让他发觉姐姐流泪了 欧斯轻柔擦拭 一想到姐姐被那个混蛋 搂在怀里 心中的戾气止不住地冒出来 要是再晚一步 那个人渣就要得手了 他必须解决掉这个麻烦 欧斯抱着姐姐回到住处 是从看着面色不善的少爷 有些紧张 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男人让他把心腹重臣叫到书房 接下来有话要谈 姐姐依旧在熟睡中 欧斯有些不忍将他叫醒 蓝水眼心松 怎么会拱门了 弟弟告诉他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执 今天发生的事情 需要告诉家臣们 之后的风言风语 很可能会让他们陷入翁了 女孩打起精神 我换一件衣服整理一下 得知家主今晚的遭遇 一众臣子们顺开度 必须抗议皇太子的行为 欧斯稳住大臣 明天姐弟俩要去敬见皇帝 试探他的态度 难常虚一口气 今天晚上召见大家 是提前打好运行针 今晚过后 一定会有很多言论 其中不乏没有用心的人 趁机也会拉奇亚 既然这样 不如拉奇亚率先一步 站在舆论的高地 皇太子故意欺负 无一无靠 手无腹肌之力的拉奇亚家 这个情节足够大家兴兴乐调 不然一声轻笑传来 欧斯调侃 无一无靠 手无腹肌之力 你还有些得意 难道说的不属属这个弱女子 欧斯的笑意更深 明明就是一个 很可爱清纯的女孩 呼噜其来的直白夸甲 让蓝的心跳落了一台 怎么回事 轰轰的声音 震得他胸腔发烫 脸色烫 蓝捂着手臂 真的太害羞了 欧斯似是没看到姐姐的窘态 自顾自的说道 离起舆论战 我还是喜欢简单直接一点 不过 只要言论传播出去 皇太子的支持率一定会降低 处理好事情之后 困意又蔓延上来 女孩胡着眼睛 到了身后来 等姐姐走远 欧斯扯起嘴角 看来他得见见二皇子了 姐弟俩换身衣服去见皇帝 蓝特意挑了件颜色素雅的裙子 脸上未湿粉带 整个人显得憔悴不已 他毕恭毕敬地向皇帝行礼 缠若苍白的模样 似是一阵风能把他刮走 女孩哽咽地向皇帝道谢 要不是您让我弟弟能自由出入皇宫 我才能平安站在这 这还得脱陛下的福啊 皇帝也有些尴尬 假装听不懂话外之音 起来吧 没想到女孩物业更甚 靠在欧斯怀中 眼角的泪都浸了出来 欧斯搂住姐姐 陛下见谅 姐姐一定是太害怕了 两人一唱一和 把皇帝架得吓不了台 捂着嘴只咳嗽 这时欧斯后退一步 单膝跪地 陛下我想为姐姐证明 请务必允许我参加决斗 蓝北吓了一跳 他并没想要弟弟参加这场危险的战斗 谁知道皇太子那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还会甩什么活招 皇帝同意了这场决斗 回去的路上 蓝有些心疼弟弟 明明自尊心那么强 又那么讨厌皇帝父子二人 却为了达到目的 二话不说就跪下 他有种的佩服欧斯 真厉害不会是我弟弟 你还打算叫我弟弟吗 心里的嗓音中暗含无奈 眉头微皱 你真的想成为我的姐姐吗 女孩似是不懂欧斯 为何突然这样说 一直以来 他都把欧斯当弟弟 但真的是弟弟吗 那几次的心跳 真的是亲情吗 蓝呆愣住 他从未仔细思考 这份不可名状的情感 到底归属于什么 看见姐姐呆愣又迷茫的表情 包斯拉住女孩的手 我并不是在逼迫你 只是弟弟这个称呼 我很不喜 为什么 女孩有些疑惑 男人却拉住她的手 语调神秘又温柔 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那个时候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气急万坏的男人 是帝国的皇太子 只因辽妹失败 被男主要求决斗 哪知这个草包有色心有色的 却没有保护自己 不被做的能力 他怒火中烧 朝着自己的妻子嚷嚷 你也敢教训 太子妃缩在一旁 她的混蛋丈夫 借着自己的权势 到处欺凌少女 哪里会武枪弄箭 可太子妃现在 还不能丢掉皇太子这张牌 计划还没成功 她还得忍耐 眼下舆论全倒向拉奇亚 情况很不利 太子妃好言相劝 殿下 我们先避开决斗 话还没说完 皇太子把火搭在妻子身上 一个茶杯摔在墙上 一杆直走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要你有什么用 太子妃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居然会这么恶与众伤她 离任服众这么久 她终于对皇太子失望 你干脆死在决斗中好了 成为遗孀 大家还会多同情我一些 离决斗的日期越来越近 来的好友邀请欧斯 与她的丈夫卡洛克侯爵 一起练剑 卡洛克侯爵得知有机会 霍拉奇亚下任家主接错的机会 激动不如 居然是陪练而不是教授 看来欧斯对自己的剑术 很有信心啊 女孩认真的朝侯爵道谢 她虽然对弟弟很有信心 但还是担心欧斯会受伤 并且现在来有种厚重的无力感 在援助中 无论是领地战争 还是决斗都没有出现 但这些事情 却围绕着她发生了 要是这一次决斗中 欧斯出世了 她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 作为家族继承人而培养的男主 从小就被母亲教育 要对家和亲情的感觉 异常淡漠 要冷血 要果断 没有弱点 而姐姐却是这空缺部分 唯一的光 欧斯塔夫 你千万不要相信爱情 如果有一天 爱上了我个人 甚至想要完全运 那就杀掉了 女侯却对面了一种 欧斯 疲惫地抛在浴缸中 母亲曾经交代 如同女侣 不信在那里 水落地灯 欧斯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欧斯从小上学 便是单独一人 即使是放假的日子 她也从未回去 家中冰冷的气氛 让她感到窒息 与家人从未有过亲密之举 后来 姐姐经常写信问 欧斯为什么不回来 少年只觉得这是客套话 如果真想见她 怎么不自己过来了 于是欧斯对那些 欺而不舍的信 熟视无睹 就像那些信封一样 无视她 她就不会再继续了 但信依旧在继续 那道身影 也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晃荡 欧斯的同学都看不下去 指责她过于冷漠 但少年只是捧着书 不为所动 然而蓝一直坚持着 终于欧斯受不了同伴的谴责 走向了那么温暖柔和的身影 仅仅是站在窗前 姐姐便一脸欣喜地奔赴过来 外表的冷漠与麻木 像是被姐姐温暖的笑容 刺痛了般 落荒而逃 她转头离开 再一次见到姐姐 就是父母的葬礼了 是什么让你那么执着呢 姐姐是一个 藏不住自己情绪的人 却能稳坐家主之位 这让欧斯十分质疑 从小听到大的教诲 欧斯 你千万别受伤 蓝十分担心几天后的决斗 而欧斯却是 一边轻轻地回应着 我不会有事 一边微柔地俯上姐姐的脸下 手心间传来的温暖 让蓝有些羞涩 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 即将到来的决斗 让蓝的情绪十分低落 实在是太担心弟弟会受伤了 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 让闺蜜都忍不住好奇 你弟弟是不是喜欢你啊 蓝有些愣住 但很快否定你 其实她心里 根本不把我当姐姐看开着 我们俩之间 只是各取所需的同龙关系 得到这样答案的闺蜜 也只是看不不舒服 到了晚饭时间 在欧斯洗漱完后 蓝也惊醒大了一份 欧斯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见到姐姐 你就不能等我去追你 蓝虽是嘟闹着抱怨 但还是自然地 晚上了弟弟的睡 与伯爵夫妇愉快地 共进晚餐后 不胜酒力的蓝 有些晕乎乎的 刚才聊得太兴奋了 喝了不少酒 现在整个脸颊红扑扑的 一个净傻笑 依附明显的醉态 但还嘴硬否认我没醉 甚至辩解到 是因为性子急 才喝酒喝得太急 可是性子急的人 不是很容易放弃吗 蓝丝看着醉醺醺的姐姐 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执着呢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雨还变得大胆起来 你之前问我的那件事 现在有答案吗 欧斯扶着姐姐走路 漫不经心问到是哪件事 我确实没有把你当弟弟 欧斯文言一惊 过去也好 现在也好 我对你而言 到底是什么呢 欧斯假装不在意地问姐姐 而蓝灿烂一笑 是男主 摸不着头脑的答案 让欧斯稍稍有些放心 男主是什么意思 蓝笑嘻嘻地迈着关子 不告诉弟弟 二人你一言为语地打去找 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护到了晚安 时间很快来到了决斗的那天 太子妃想要为皇太子 祭上祈祷胜利的手绢 却被傲慢的皇太子一把甩开 看着丈夫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太子妃只能强压怒意 换上一副笑脸 这可怕的夫妻氛围 让一旁的蓝直冒冷汗 马上就要开始决斗了 蓝仍是放心不下欧斯 看着为自己担心的姐姐 欧斯承诺着 放心吧 我会赢的 为了守护亲爱的姐姐 男人罕见地显入出愤怒的情绪 看见皇太子对姐姐的手动脚 他怒气爆发 要求决斗 皇太子作为祖父惯了 居然真有人不怕自己的身份 如此无逆他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战争一触即发 二人站在格斗场上 难看着即将开始的战斗 幽行出风 要是弟弟受伤了 他绝对不会原谅自己 隔两大一期 欧斯察觉到有空不被禁 剑身的震动传出这手腕 一阵速马 他的剑在震动 是因为魔法吗 欧斯后退一步 离开这一击 老旧料到 皇太子会爽背里的打戏 没想到这次徐聪明了 做得如此一意 不过 没有魔法不断 招了多久 也该好好教训 这个欺有姐姐的人渣 欧斯捡了一扣 歪着头 也脚挂着明皇后的记性 引去除非这点本性 精密的语气 刺伤了皇太子脆弱的自尊心 皇太子轻轻暴起 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嘲讽他 他咬牙届齿 仇视着面前这个男人 臭小子 不要宰了你 说着便挥着剑冲向欧斯 却被男人侧身避开 还没来得及再挥一剑 却被欧斯击中手腕 强大的冲击 拎皇太子虎口发麻 他愣住了 怎么会这样 还没回过神 就听见欧斯说 你去把剑捡回来吧 一股怒气冲上脑门 浑身指不住的微态 皇太子同位在一个人身上 识别到奴隶上 他捡起剑 内心的杀意越野越烈 我要杀了你 皇太子紧握剑冲上去 真以为我不和你硬抗吗 只要再交手几次 你的剑就会被我震罪 到时候就是你的死鸡 再几次交手后 欧斯的剑断成最矿 好机会 皇太子扭曲地笑着 笑容还没从脸上消失 欧斯一个 趴在你 决斗结束 旁关系的众人 还没从皇太子 鼻血飙升的场景中 回不身来 直到欧斯狂浪一声 断结扔了才惊醒 太子被憋着笑 真是唱不完 这舒心的感觉 让他忍不住 不得小猪生 他忍住脸上 快要露鞋的东西 亚洲着急叫他 骂他 胜负已定 欧斯朝着姐姐走去 谁料女孩 直接飞奔过来 扑进他怀中 紧紧地抓住 他胸前的衣巾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带着哭腔的嗓音 融化了男人的心 欧斯搂住姐姐 他赢不了我们 看见弟弟是真的没事 蓝也稍微放下心来 无语无求小狼狗 在看见姐姐受到欺负时 瞬间露出獠牙 一个回旋梯 制服好色黄太子后 欧斯铭记大盛 而输了决斗的黄太子 从此沦为茶话贤坛的笑调 但仅仅是赢了决斗 还不够 拉齐亚与皇室的政治斗争 也在暗暗较量 男人找到二皇子 现如今 拉齐亚与皇帝和皇太子 生出间隙 皇室必然会暗中敌对 为了家族兴旺 也为了帝国未来 不沦为无脑好色之徒的玩具 欧斯私下会面二皇子 话语引导他 争夺皇室继承之位 但二皇子生性善良温润 不惜与人争斗 抗拒政权的争夺 欧斯静静注视他 皇室成员有作为皇室成员的义务 作为拉齐亚的继承人 欧斯从小就知道自身单缝的义务 流淌着的家族血脉 让他背负死更多的人 二皇子有些惊讶 眼前的这个男人 居然把沉重地说得如此轻松 但他生性如此 从未踏入过风波之中 欧斯也没想紧凭一面会谈 便能让他改变主意 他放下茶杯礼貌告辞 独留二皇子仔细思考 另一边 蓝正在写信给伯爵 询问寻找男二的情况 忽然传来稀稀利利的水滴声 原来是下雨了 湿润的泥土气息 和轻泪的威风 让女孩玩玩 她撑着下巴 看着外面的景色 察觉到家主是想出去赏景 女仆立刻问道 要不要去庭院喝茶 蓝还没开口拒绝 就被一众家徒们 热情兴奋地安排 递迭了回去 女孩也高兴地准备出门 这时一道格格不入的声音传来 下雨了 您还要去庭院喝茶 护卫罗格很不紧 蓝知道这位 对弟弟忠心耿耿的骑士 和自己有些不对务 打去问他 给你新满的铠角 好好保养了吗 少年傲娇轻哼 但还是乖乖跟在女孩身后 陪他一起出门绳移 还没踏出房门 罗格一把抱怼了 脸上依旧是傲娇别扭的表情 语气也理所应当 照顾和保护家主 是我的职责 当然不能舒服 要不然有损少爷的名声 蓝的面色变得柔和 看着这个半大的少年 鼻子哼哼的不厌 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头发 嘴里还敷衍着 好吗都好吗 一瞬间 罗格的表情精彩极了 又精又修 您在干什么呀 女孩不再捉摸他 慢慢饮茶 问起侍女们新衣服怎么样 话题被打开 大家叠结不休 女孩们全都惊声 蓝转头望去 浑身雨水的地底 只能站在他身上 红冷酷无情的家族继承人 变成白切黑解雇 只许女孩一个甜甜的笑容 上刀山下火海再所不辞 哪怕大雨轻寒 欧斯也毫不在意 浑身湿透地出现在姐姐身后 看着滴着水的地底 女孩着急忙哄地 指挥着侍从准备火锅和热茶 欧斯歪着头擦脸 带着湿气的面膏 更显着 注意到姐姐浑身干净舒适 连裙脚都是干燥有顺 欧斯不禁问道 是飞过来的吗 怎么裙脚一点雨水都没沾上 女孩无辜眨眼 因为是楼阁抱过来 站在一旁 被提拟的部位猛打激励 不知为何 被少爷盯得莫名心虚紧张 没做什么错事 怎么觉得背后发凉 欧斯打了个手势 让一众是从全都离开 蓝以为弟弟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讨 他压低声量 错上前紧盯着弟弟 出什么事了吗 哪知欧斯这么大张旗鼓 只是为了问女孩 有没有私事 想和他说 蓝背着正式的模样都笑了 歪着头认真思索着 要问点什么好 然而的毫无营养的问话 只得到简洁的回复 他有些无奈的 看着端茶轻益的弟弟 这样怎么聊天啊 女孩侧过头别别嘴 这么聊天 也没必要让侍从们退下吧 其实不聊私事也无所谓 毕竟我们还没到 掏心掏肺那种程度 顺嘴说出来的话 让蓝一惊 虽然心里想着 等他成为家主后就离开 但这话说出来 让人有些尴尬 蓝绞静脑之思考着 如何补救一下气氛 一侧身便注意到一个小水坑 他生意地把话题 转移到水坑上 你看那边 欧斯看出姐姐的尴尬 垂下眼注视着 那陷下去的一小块 曾几何时 他也是那块 无人触碰的石头 是什么时候陷进去的呢 又是什么时候 渴望这块空缺 越来越深的呢 男人自顾自问道 雨滴落下的时候 石头在想着什么 雨还似是没料到 弟弟会忽然这么问他 侧着的面旁 显滑过一丝落寞 欧斯没想让姐姐回答 石头发现自己的身体 被雨水滴落出一块空缺 那个时候 石头很慌张 可他知道雨水 并不是故意要在石头上挖个坑 这可真狡猾啊 欧斯闭了闭眼 在一次睁开时 面上的表情 像是等待宣告审判的信徒 然而女孩只是呆呆地啊了一声 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欧斯轻笑出声 果然还是那个木头姐姐 一世界穿梭而来的女孩 拯救每强惨男主弟弟还不够 还要拯救同样悲惨男儿 眼看欧斯的命运 已经步入正轨 只等女主出现 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此时身处泥潭的男儿有了音讯 虽说这不是小说世界 但主角们的遭遇 还是让他过意不去 好在伯爵来信说 找到了男儿卢米的妹妹 但卢米还在奴隶贩子手中 卖主要求见面交易 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有了音讯 卢米的情况不容乐观 需要尽快动身 雨还思索良久 答应了这次见面 错过这次机会 就再没有可能就卢米出来了 蓝战在窗前 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今晚的见面 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冲突 她需要一个得力帮手 抬眼注意到 正在房间内的蒂亚 女孩灵光一现 蒂亚是欧斯派来的暗卫 专门保护她的安全 肯定能帮上吗 蓝招招手 告诉蒂亚 今晚我要偷偷去一个地方 你们和我一起吧 忽如其来的请求 让蒂亚有些迷糊 家主未解释什么原因 还让她保守秘密 蒂亚犹豫良久 最后认真点头答应下来 蓝露出了一个感激的笑容 蒂亚离开后 蓝独自思考 是否要讲这件事告诉欧斯 毕竟这件事解释起来还挺复杂的 假如她知道我瞒着她会生气吗 不过 现在她和欧斯的关系 已经亲密很多了 想到昨天两人的茶话会 蓝忍不住无嘴笑 欧斯便温柔 体贴了好多 我能不能一直做拉奇亚的小姐 这个念头刚划过脑海 就立即被打消 她最后还是要离开这儿 只要欧斯幸福 她就可以离开了 即使弟弟会挽留 我也会毫不犹豫离开吧 女孩闭着眼 不舍和伤感环绕着她 还是先解决卢米的事吧 向来长裙家乘的贵族淑女 今晚却穿起了长裤笼 漆黑一片融入夜色 难以分辨 伴随着雨水的稀利声 人员都聚集到城市的阴暗角度 他们今晚要在这个奴隶场 把卢米做出来 这是可怜人的容身之所 小小的巷子里聚集了 不少无家可畏的流浪汉 嚎唐大哭的小孩 以面黄鸡兽的妇人 相围着矮中缩成一团 善良的女孩 不忍心看见这妻子 快步离去 他们进入房间 人还未见鲜文其音 口水乱飙的蛮横喊话 让女孩拉低茂园 尽量遮住面容 真是粗俗啊 蓝并无好脸色 等他问道 就是你坚持要叫我 有些低柔的嗓音 让奴隶主发觉 原来对面是个女人 这么大费周章的买下一个奴隶 是想当玩具吗 她的目光瞬间变得不怀好 奴隶主哈哈哈哈大笑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她叫人把奴隶带上来 终于要见到男二了 可兰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 这鱼龙混杂的地方 不知让奴隶受了多少 女孩面色深沉地叮着门 吱压一声 门开门 兰首先注意到的 确实是一双伤痕累累的子 青紫色的肿怀 也处于惊喜 脚踝上锁着的铁链 惊起制度 此次血迹渗透出来 女孩瞪大眼睛猛然抬头 同样也是伤痕累累的脸 橘色的头发凌乱不堪 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 唯独一双眼睛里显得平静默然 她注视着男 没有丝毫情绪 没从奴隶的状况中回过神来 奴隶主以为她被淋住 得意问道 是你想要的人吧 男回过神 改换上一副笑容 现在我们来谈谈交易吧 你为什么一定要见我们 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 这么坚持要见她一面 因为买卖要讲究新任 女孩有些吃笑 抱着手臂 那为什么她的妹妹 都在你手上 听到妹妹二字 像木偶一般毫无生气的卢米 忽然躲动了起来 像是不小心按上了开关 瞬间隐身 瞳孔不再涣散无神 她的目光聚焦在这个一身 飞的女孩神神 带着微微的打 奴隶主就忽然暴怒而起 好家伙 原来是你干的 无独而起的一把火 烧到了她一半的积蓄 还把控制这个族法 灌我的力气都没有 你以为带走她妹妹 就万事大吉了吗 她要吃药 只有我才有 蓝不屑一顾 就是将安眠药和酒 混在一起的药吗 双方剑拔弩张 奴隶主愤怒呼吁 准备动手教训 这个不知天高地高的心 却被站在一旁的卢米 按住脑袋 男主听见咔嚓一声 奴隶主的警部 超出肠人的角度扭曲着 她死了 蓝浑身僵住 脑袋一片空白 这还是她要找的卢米吗 羽海掌握着这个世界的走向 然而她却只想让男主获得幸福 通往幸福的大门 即将为男主打开 蓝的使命也即将完成 但她还想再做一件事 就是让同样命运悲惨的男二 有个归宿 为了营救男二 羽海瞒着弟弟以身犯险 没想到事情 去超出了她的掌控范围 眼睁睁看着卢米 徒手拧碎坏人的脖子后 蓝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卢米 她浑身僵硬 呆立在一旁 看着男人毫不手软的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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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直到最后一人倒下 卢米浑身血迹 目光一到女孩身上 一步步靠近 周围的护卫如临大敌 举起武器对峙 却没想到男人直接跪地 轻柔地捧起蓝的腿 随即一个稳定在斜上 那是奴隶对主人忠诚的宣课 羽海震惊于卢米的举动 来此之前 她做了种种猜测 却没想视态会变成对 不知如何反应 直到一声轻快的主人 把她叫回了 蓝还发觉 卢米一领微笑地注视着她 要不是脸上沾染的血迹 她一定误以为 这是礼貌又有好多问候 蓝被她的称呼下的一机灵 一向讨厌别人 对她微笑的蓝 却奇怪地对卢米的笑容 并不排斥 心脏不知是惊讶 还是害怕 就在这时 蓝还来剧烈地露击声 放手过来 急转直下的事态 让女孩固执如何 正当她思索解决方法 蓝米的声音传 也知道有你 看着手脚被镣铐上的蓝人 蓝犹豫一瞬 嘴唧几点点 西黑的通道像是没有进行 好在他们甩掉了那门 女孩劳累地扶着墙 变色苍白 蓝眉头紧皱 没想到他们会赶紧杀局 眼下最重要的是 如何带蓝米于开准 她浑身的锁链太已人注目 女孩想卸下披风给她披上 非议防的侍从南下 用我们了 一耳靠近蓝 关切询问道 您还好 女孩想也没想 当然不好 她回头瞪着这场 风波的罪魁祸首 哪知蓝米就对她灿烂一笑 蓝的脾气瞬间无数可断 算了 还是赶紧去看她妹妹吧 浑身是血 杀人如麻的男人 却称呼女孩为主人 不仅单膝跪地 卑微亲吻 还只对女孩笑得一脸灿烂 作为奴隶 她受够了领路 并不是没有能力很靠 而是她唯一真爱的妹妹 被人控制 不得不屈身受 现在女孩就出了她妹妹 许久未见的兄妹俩 紧紧地抱在一起 他们太担心思念彼此 妹妹看见哥哥 哭得梨花带雨 一张小脸上全是泪痕 即使是这样 蓝也无法忽视她的美望 一阵剧烈的咳嗽 打破了兄妹团聚的温馨气氛 妹妹的病发作了 她痛苦地蜷缩着身体 毫无血色的脸 紧视着妹妹的情况 不容乐观 蓝立即指挥是从教医生 自己则上前扶着 已经快要晕绝的小女孩 之前因为生过大病 所以蓝有些惊艳 她抬高小女孩的头 确保呼吸顺畅 还没等放下心来 她的手指被小女孩无意识咬住 剧烈的疼痛 让她下意识得想把手甩开 然而发觉小女孩是犯了癫痫 为了不让她咬到舌头 蓝忍着疼痛 用力撑开她的口舌 好在没一会儿小女孩平静下来 蓝也抽出了手 蒂亚立即冲上来 查看家主剩下的手指 急切问道 您没事吧 女孩摇摇头 这只是个小伤口 蒂亚坚持要给蓝看医生 蓝只是说 要先给小女孩看完病再说 在一旁的卢米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她不明白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孩 这么大费周章的帮助她 是为什么 不仅救出了她 还说要带她们去拉齐亚 让精灵看病 卢米并不清楚她的真实目的 笑着说谢谢主人 女孩看着她 说明了她的打算 我打算送你们去 你们想去的地方生活 这是一个郑重的诺言 女孩认真的脸 看起来不像在说话 卢米收起招牌时的微笑 为什么要给我自赢 人们从来都是拴住她的手脚 而不是放开 但没想到男二会问她这个问题 歪着头想一会儿 没有原因 卢米惊讶 居然会有人什么也不要 微笑着 把选择权交到自己手中 她不再把眼前的女孩 当做普通的贵族小姐 能够救治妹妹 还有机会离开这个地方 她求之不得 我们和你去拉齐亚 见卢米答应下来 兰又开始思索 这该如何向欧斯解释呢 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看着女孩忽然阴沉的脸色 男人有些讨好的 叫了她一声主人 又是这个称呼 兰的心底 莫名冒出一股怒气 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一声大吼 让男人以为她生气了 普通一声跪下来 嘴里大声道歉 女孩被她跪在地的举动 吓了一大跳 立刻靠近她 我没有对你发火 你不用这样 察觉到卢米完全不懂 普通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她服了服额 算了算了 你也受了很多苦 她这个模样 太像条犯错求和好的大狗狗了 女孩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像是红薯屋般 你快去休息吧 我们也该回去了 只留下有些无辜瞪眼的男儿 终于回来了 女孩身心俱疲 此刻她只想好好躺在床上睡觉 男有些困倦地撑着眼 却没想到在黑暗中 看见一双湛蓝的瞳孔 眼中压抑着一股说不明的情绪 欧斯怎么会守在这 女孩瞒着弟弟 偷偷出门拯救男二 回来却发现男主弟弟 正一脸阴神地等着他 上来就问你去哪了 男从未见过 情绪如此波动的欧斯 但此刻的他疲惫不堪 刚刚经历的一场混战 已经消耗了所有的精力 现在为你一幕作痛 能以后再聊吗 我现在太累了 男回避着弟弟的目光 脸侧向一旁 欧斯静止走来 扯下姐姐头上湿漉漉的帽子 浓重的湿气 让她担心姐姐又会生病 男本就筋疲力竭 弟弟的举动让她一个亮枪 一只手揽过她的腰紧紧还住 女孩才看看胀 你身上有血腥味 欧斯皱着眉 面色阴沉的能滴水 浓重的血腥味 让她不得不担心姐姐的安危 当看见女孩疲惫又苍白的脸色 欧斯一阵心疼 一把暴击姐姐 不由分数的带她来到自己的房间 男被她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我会弄湿你衣服的 男人没有答话 只是轻柔的将女孩放在场上 他伸手解开女孩湿答答的动靠 你手指是怎么伤到的 从抱住姐姐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这个深深的眼影 男有些困倦 任由弟弟解开他胸口的鞋绳 这种小伤没关系的 不用担心 话还没说完就被欧斯接下来的动作打断 眼看欧斯要帮他脱鞋 女孩立刻出声打断 不用了 把又湿又脏的鞋脱了下来 男人一边擦着满是污泥的手 一边继续追问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 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吗 男剑瞒不过去 今晚的欧斯太执拗了 他只好解释道 我的一个熟人被卖去了多寿场 我想把他买下来 他的妹妹得了重病 我想带他们去拉奇亚治病 弟弟却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你也要问吗 卢米的身份解释起来太不复杂 蓝以为欧斯担心 他们会给拉奇亚带来麻烦 立刻保证到 他不会给家族带来麻烦的 你可以放心 欧斯这才察觉 姐姐完全不清楚自己为何生气 他沉默了一瞬 还着手臂说道 你不是答应过 我在我当上家主之前 是不会死的吗 蓝有些弄不清楚状况 弟弟是因为这个才生气的吗 可是我没有死啊 男人有些耿住 这不是重点 为什么不让护卫跟着你一起去 要是发生意外怎么办呢 蓝满脑子却在想 明天要是有传言 拉奇亚伯爵破坏竞技场怎么办 发觉姐姐完全听不懂自己的担心 欧斯紧咬嘴唇 气急冲上前 你知道我是以什么心情 不等你回家的吗 他的手克制不住的锤子椅子上 见弟弟如此暴怒 担惊受怕了一晚上的蓝 也有些脾气 我没有胡来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现在我才是家主 没必要所有的事都和你汇报 男人浑身一震 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欧斯后退一步有些自嘲道 是啊 我不应该对家主支手画脚 即使你拿生命开玩笑 我也没资格干涉 蓝被彻底激怒 欧斯以为自己在拿家主的地位 压制他吗 他气急开口 我会把家主地位还给你的 这个位置对你来说很珍贵 但是对我来说 察觉到自己在说什么 蓝立刻止住嘴 但已经晚了 接下来的话 说与不说都不重要 蓝懊悔的扶着额头 是我说的太过分了 我现在很累 所以有些胡言乱 欧斯不再说话了 长发遮住了他的眼睛 脸上的表情会暗不明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我了 你休息吧 说吧他转身静止离开 女孩一人独坐在黑暗之中 和弟弟的争执让他伤心不已 蓝筋疲力竭地倒在座椅上 第一次有人死在自己面前 他内心害怕极了 强撑到现在 脆弱无助和恐惧如潮水般涌来 女孩默默躺着泪 要是妈妈在就好了 哭了一小会 渐渐平息着睡着了 这时房门慢慢打开 蓝完全不知道弟弟有多珍重他 就像现在 欧斯抱着熟睡的女孩回到房间 看着姐姐一脸的泪痕 弟弟心疼不 他知道姐姐有自己的考量 但却总是把自身的安危抛之脑祸 让人担心 蓝一大早起来 就发现自己活龙发痒 浑身奄奄的 没有力气 不会是感冒了吧 不过在雨中 饿着肚子走那么久 不感冒才怪 回忆起昨晚 但记忆却停留在那场 互欢而散的争执中 我是什么时候回房间的 他疑惑地问在一旁端着药的地 是少爷抱您回来的 欧斯吗 女孩皱着脸喝下药 汽油般的味道 让他连连捅舌 他要去洗个澡 换件衣服去见欧斯 重新装扮后 蓝在欧斯的房门前吃处着 内心有些担心 要是弟弟不可原谅他怎么办 他长须一口气推门而入 雨还探出半个身体 有些妾生生地叫了声欧斯 看见是姐姐过来 弟弟立刻停下手中的公务 连忙起身 你生病了 应该多休息一下 雨还有些紧张地捉着衣袖 直直无无道 那个 昨天晚上 他紧闭着眼 一股脑将话捅出来 我为昨天的话向你道歉 将他人真实的东西当面点一 真是太过分 他不应该伤欧斯的心 蓝锤着头 紧张地等待着弟弟的答复 没关系 心累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欧斯靠近来 姐姐 你其实就像七月的云一样 看见女孩呆呆的模样 欧斯忍不住轻笑出声 果然还是原来的姐姐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回拉奇亚的计划要提上日程 我们明天回去吧 还要多带上两个人 他边说着边偷瞄弟弟的母亲 欧斯面目改色 随便你 得到答复后 羽孩一扫之前的局促紧张 展开笑颜 甜甜地对弟弟说道 谢谢 欧斯 男人看着他因为高兴 终于有剧血子的命 忍不住谈了女孩的脑门 蓝有些发懵 怎么回事 欧斯也会这么幼稚吗 男人却理直气壮地说 不知道 情不自禁就动手了 蓝咳了两声 欧斯立刻紧张地问道 还好吗 明天能出发吗 蓝摆摆手 我行着呢 看着姐姐的固执模样 男人忽然凑字 抵着女孩的额头 姐姐 我真的很担心 男这才顿悟 原来弟弟昨天如此大火 是因为担心自己 他昨天都犯了些什么傻 但那句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我了 就让女孩那心一跳 婷婷觉得自己好像错失了什么 不过想到欧斯一直牵挂着自己 女孩脸上泛起红欲 心里美滋滋的 原来有人担心的感觉 是这么美好吗 他曾是饱受欺辱的奴隶 为了保护妹妹 男人不得不困身于斗兽场 受人控制 然而就在前天晚上 一个身披抖碰的神秘女孩 将她和妹妹救出黑暗 还不求回报的要给她们自由 但卢米并不觉得幸运 她一定是别有目的 才会伸出救援之手吧 拉奇亚的家主 怎么会没有野心和欲望呢 她应该会拜托我 杀掉她弟弟吧 卢米看着熟睡的妹妹 在奴隶主的控制下 兄妹俩几乎没有见过面 只要是为了莉莉 她什么都愿意做 哪怕谋杀贵族是死刑 此日 返回拉奇亚的马车出发了 车上的莉莉 偷偷看着身边嘴角寒笑的姐姐 她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人 注意到莉莉正呆呆地看着自己 蓝内心一片柔软 饼干好吃吗 小女孩这才回过神 红着脸愣了一声 继续埋头 像小仓鼠一般鼓着嘴 安静咀嚼 蓝内心握拳大叫 真的太可爱了 路程行至一半 马车突然停下来 女孩推开车门 盼出大半个身子 问道是要休息吗 得到弟弟肯定的答复后 她有些欣喜 太好了 马车颠簸得她有些经受不住 欧斯看着姐姐冒冒失失的模样 伸手扶她下马车 一道橘色的身影从旁边窜过 莉莉跳下马车 飞奔向卢米 蓝看着那蹦蹦跳跳的小小背影 忍不住夸赞道真是可爱啊 站在一旁的欧斯不以为然 神色冷淡你喜欢那家伙吗 蓝被弟弟毫无掩饰的不喜惊道了 这话有点过分了 欧斯忽然一本正经开口问蓝 你是委托了人来暗杀我吗 女孩一口茶 枪在喉咙 这是什么话 茶水刺激她剧烈咳嗽 一句解释的话都说不出来 欧斯见姐姐被枪的裂来 她轻拍着女孩的背 让姐姐怀怒 咳嗽好不容易平复下来 蓝像是炸毛的猫 你在说什么 男人却轻飘飘地回答没什么 就是卢米看自己的眼神 咋可 蓝被弟弟的猜想 惊吓得整个人都淋乱了 家主之位我根本就不想要 你希望我一直站着这个位置吗 欧斯一脸温柔地注视着自己的姐姐 面色柔和的像一汪春 要是能留你在身边 这样就有了不可 她认真说道 对我来说 好像无所谓 哪知懒脑回路惊奇 恐惧更甚 你不是答应过 不杀我的吗 欧斯直接反问 这是为什么呢 看着慌乱无助的姐姐 欧斯微微出神 姐姐要是想要这个位置 就让她永远坐在这个位置里 看着迟迟不搭话的地理 云海直接伸手捧着欧斯的脸 强迫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我很害怕 你不是说担心我吗 我还开心了好久呢 女孩大胆的举动 让男人有些愣神 看着她极限又认真的目光 欧斯抿了名嘴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小子是你前男友吗 男彻底实话 今天的弟弟太不正常了 还立即否认 不是的 绝对不是 得到这个答复 男人放下心来 不再追问 男有些头大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 我再说一次 拉吉亚的一切都是你的 男人了解女孩 垂在一侧的长发 一个轻柔眷念的吻印在上面 欧斯抬起眼眸注视着男 眼神热烈又直白 拉吉亚的一切都是我的 贵族少女 被奴隶男二追着叫主人 惹得腹黑男主 醋意大发 战友欲快要溢出的欧斯 终于忍不住 在姐姐的发丝留下印记 看着这样的弟弟 蓝的心脏像是漏了一拍 却不得不强装镇定 二人分别后 蓝找到了卢米 戏今为止 男二一直在被人欺骗和利用 为了让卢米改变 蓝蹲下身来 认真地告诉他 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我不会要求你 为我做任何事 另外 别让妹妹看见 卑躬屈膝的母样 男人浑身一震 真的有人会告诉奴隶 你是有尊严的吗 还是说他在演戏 他不仅不打算 指示我去杀人放火 还为我的未来着想 看着女孩远去的背影 奴米挑眉深思 真的会有人无条件 对他人好吗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谷底 前来拜访的矮人 按照约定 给拉奇亚送来了定制的铠甲 但也带来一个奇怪的消息 黑山中出现了奇怪的回响 女孩努力思索 小说中黑山回响 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但是现在他怎么都想不起来 不管了 他站起身 还是先看看新高的铠甲 对于新发的工作服 骑士们都露出期待的目光 这次的铠甲 使用的是材质最坚硬的秘义 众人欣喜难耐 家主真是大了 欧斯得知矮人足运来铠甲 随口问道 他们那儿坎矿模样 经过弟弟这么一提醒 兰猛然想起之后的剧情 他惊呼出声 拍案而起 终于想起来了 在不久的将来 黑山中会有新的矿产出现 名叫杀性的矿物质 比秘营还要坚硬珍贵 不过之后 由于矮人足的开采 他们会激怒沉睡与此的精灵 灾难也会随之而来 怎么办 女孩沉着脸努力思索着 身旁的欧斯看见一言不发 自顾自陷入思考的女孩 他双手按在女孩肩上 用眼神询问女孩发生了什么 男内心犹豫 真的要告诉弟弟吗 万一这一切的走向 不按小说的情节呢 如果是虚惊异常怎么办 男人看着女孩 欲言幼稚的纠结模样 还着手臂问道 你真的不打算说出来吗 看见姐姐纠结的不停咳嗽 欧斯端来一整茶 给女孩热热沸 男人抿着茶随意闲谈 好让女孩放松下来 没想到女孩像是 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 急匆匆的找来一个 沉甸甸的木匣和一束花 留下一脸愣住的欧斯 懒喘着气 对弟弟大声说道 祝你生日快 这段时间太忙 以至于忘记了弟弟的生日 姐姐 我很喜欢你送的礼物 随机A上去亲吻了 你觉得哪家 如此轻密的举动 让气氛顿时变得暧昧不已 蛮差点就要心动了 欧斯恋恋不舍地撤回一个亲吻 我会好好珍惜这把剑的 姐姐